赐婚诏书降下以后 我便没再进过宫 只专心在家备嫁 婚期不远 索性嫁衣已经秀了大半 从前我只顾幻想着 自己穿着这身衣服 嫁给崔九 推了家里找来的秀娘 非要点灯 遨游自己秀 如今放了手 才发现 人家秀娘 不愧是吃这碗饭的 手艺当真一绝 我原先秀的那几只呆头鹅 在他们的妙手改造下 流光溢彩 栩栩如生 终于游连管自己叫凤凰了 多好 何必做那吃力不讨好的事 我终于端起了做小姐的谱 粘着书在秋千架下那梁 书王脸上一蒙 就是一个短 如果没再次梦见 那个糟糕透顶的雨夜 生活简直算得上完美了 梦里是初冬 不在此时 因为在梦里 爹爹问我们姐妹 可有人愿意嫁给裴药时 无人肯硬 她拖了半年 选中了我 梦里的我扑在崔家门上 死命地敲 进水的木料湿路黏腻 彻骨冰凉 门开了 崔九在门里面撑着伞 看着林的如落汤鸡一般的我 一身白衣依旧出尘 金贵面容依旧迷人 薄唇清起 说出的却是 下三娘子要嫁于何人 与崔某何干 我由不死心 强撑着一口气 挣扎着问她 崔狼 你我相识五年 我如何待你 你当真不知 在你心里 我就没有一点点位置 崔九轻轻一叹 别过脸去 我竟不知三娘 误会至此 那一瞬间 我的心脏似乎已经停止了搏动 手脚似乎比那冷雨都凉 双目竭力地瞪着 却依旧被大雨模糊了视线 人言我一厢情愿 我不信 她作画 我研磨条彩 她比未动 我已将要用的颜色递上 她抬眸 和我相识一笑 那时我坚信 我与她之间 是有默契的 公母调侃我 可是要去清河崔氏 做个画奴 如此分明地点醒 我却能装聋作哑 只当她在玩笑 可到了那一刻 也由不得我不信了 她只看着我在冷雨里站着 没有送我一碗姜汤 没有请我进去避雨 甚至没有借我一把伞 我是走回去的 一如我来时那样 可我依旧不甘心 跑去找姑母告状 说爹爹给我找的婚事 我不满意 求她给我做主 我那时脑子约莫是 灌进了一条黄河 浑得一塌糊涂 全没想到 其实选中我嫁给裴要的 根本不是爹爹 而是姑母 她冲我温柔地笑着 说你不愿嫁给裴要 难道是想进宫陪姑母吗 我傻子一样愣在当场 就见陛下笑眯眯走了进来 给我封了个结余之位 让我则良辰即日进宫 就在那个良辰即日 我喝下了姑母亲赐的 她尊重的酒 命丧当场 我的灵魂悬在半空 看见自己那两个 负责制半酒席的 不成器的哥哥 也都丢了相上人头 陛下凯叹 这二人无良 竟因一点救怨 意图对自己姑母下手 反害死敌亲妹妹 可明眼人其实都知道 这一切都在姑母谋算之中 陛下未必不知 但皇后亲自下手 剪除外戚的羽翼 于她而言 总归是件好事 一觉醒来 我本以为 那不过是个梦而已 做不得真的 却见自己枕边 多了一只双耳琉璃尊 此尊为大使所供 飞尽中不得见 不论看花纹 颜色 样式 皆是装着毒酒 送我归西的那一只 我冷汗层层 找来银针一事 却见那挨挨针尖 疏忽变黑的法子 我手一抖 差点将那九尊摔成碎片 然后赶紧将它藏好 生恐别人发现 告我偷盗尽中物品 那时 我便发怨 绝不会让梦里 这一切发生 别说这个素未谋面的 培药是个突厥种 便是个瘸子瞎子 白头老翁 我都愿意假 醒醒 醒醒 有人在摇晃我肩膀 还拿走了我脸上的书 我面前一亮 还未睁眼 已经皱起了眉头 这竟然是 催酒的声音 下三 我那幅青绿山水 画到一半 颜料用光了 底下人怎么掉也掉不出 你掉的那个颜色 快来帮忙 别糟蹋了我的话 我睁开了眼 便看到了催酒狼 他依旧一副翩翠世家 公子的模样 眼角眉梢 都是风流义气 一身沙袍色如紫电青霜 我懒洋洋地回他 催酒 我不是你府上奴婢 你画画的颜料够不够 颜色对不对 与我合肝 催酒愣住了 此风雅士 合作奴婢之言 且研磨调色 你自己不也是很欢喜的吗 我欢喜 铁锤凿石 我欢喜 桃鹿泥水 我欢喜 顶烹明胶 我欢喜 衣裙浸染 腰酸背痛 满手伤口 我欢喜 这样的风雅士 若换酒狼来做 酒狼可欢喜 催酒狼乐然半天 才说出了一句 那你从前 我捋了捋头发 叹了口气 从前 三娘不明白 做李子 并不比做面子容易 酒狼如今觉得 我不为你调色 好好的话便要糟蹋了 可若我帮你调好颜色 做出来的话 依旧是你 催酒狼的大作 与我下小猪 没有半分干系 世人称颂的时候 绝对只会念你 催酒狼之才 而不会有人 知道我调色有功 如今 我想明白了这个道理 便不想再浪费时间 去做这些了 狼君见谅 催酒狼的脸色 渐渐白了下去 双唇张合半天 突然拉着我的袖子 说 从前是我疏忽了 以后但凡三娘 帮我调色的画作 我便将三娘的名字 一同数上 可好 我却并不耐烦 听她说这些 自顾抽回了袖子 多谢酒狼好意 但实在不必了 面子这东西 要靠自己证 旁人施舍 又有何用 催酒紧紧皱着眉 还要还嘴 我却唤起了 自己的贴身丫鬟 蚯蚓 人呢 我从秋千架上站起身 环顾四周 只见蚯蚓 听见了我的呼唤 急急地跑了过来 便冷下了一张脸 刺昏的圣旨以下 你还是通报都不通报 便放外难进内院 不知避险 是不是没长脑子 蚯蚓瞬间脸色煞白 普通一声跪在地上 一头磕下 奴婢该死 催酒狼听出了我言外之意 夏河县紧了紧 终于想起了 被她丢到找挖国的礼数 后退几步 一依到底 催某唐突 请三娘恕罪 我端正一服 肃容道 使我管教下人无方 不甘郎君事 郎君来此可还有药物 可须我去通报哥哥们 催酒狼的脸 一阵红一阵白 摇了摇头 催某就不叨扰了 我做了个请的手势 秋影前面带路 引她离去 清河催氏的酒狼催子言 人前罪是礼数周全 无懈可击 却总是在我面前随意 我一直以为她不把我当外人 还暗自得意 如今想想 却是我自作多情 生给她添了个外子 不过我不怪她 人必自辱 而后人辱之 若没有我自甘堕落 她也不至于如此 如今 与其说 我是恨她 倒不如说是 讨厌当初那个 不顾一切抛弃 尊严讨好 她的自己吧 我恭敬一礼 送她出门 还未起身 却听她停下了脚步 回头看我时 身长玉丽 眉如远山 昨日 我还不信这亲事 是三娘自己所求 如今 却是信了 我只起身 她却已经再次回过头 大步离开了 她这是何意 她此来 究竟是为了让我 继续为她作画奴士 还是 叹我虚实 她既与我无心 突作此言 却是何意 崔九前脚刚走 后脚我两个哥哥 就冲进了我院中 听说崔九已走 跺脚大恨 直言 她肯利临寒舍 他们居然没能好好招待 很是怨怪了我一通 我叹了一声 从前我糊涂 尽做舔狗事 但我身边之人 又有哪个明白了 我自认卑贱 把崔九看得高不可攀 何尝不是因为身边 有许多人作此之想 但凡是脑子清楚的父兄 哪里能看着自家女儿 为人牵马研磨 不做阻拦 视若寻常 想起这二人 在我梦中的死状 我满心疲惫 见我不为所动 也不附和他们之言 大兄怒道 你这丫头 好不通事 姑母欲拉拢陪家 与你何干 竟巴巴地要去嫁一个 无功无绝的突厥马奴 宁为崔九郎之妾 也好过嫁与他为妻 你却自甘下贱 真是糊涂 我差点被他气得笑了 兄长竟有胆子嫌弃起 成国公府的门楣了 成国公与太祖起事 马上得天下 子孙魏国戍边 屹立下赫赫战功 裴妻郎之母 为突厥公主 她自己 亦有永贯三军之能 前途不可限量 我愿嫁她 有何自甘下贱 二兄一甩袖子 呸 头前嫁奴 水性洋花 前日还去为崔九郎言没 今日就信誓旦旦 要嫁与他人 你且等着 听说那裴妻是个囚然大汉 力壮如雄 来日你侍奉但有不及 她打断你腿 你莫要爬回娘家来哭 我想起我那常年鼻青脸肿的嫂子 冷哼一声 人若有永贯三军之能 便可在战场上称雄称霸 何须到妇如身上逞能 道月是无才无能之辈 人前挣不到丁点脸面 才要回家打骂妻儿 就如那寄居的螃蟹 只敢窝里横 二哥怒急 握紧双拳 吃我 你再说一句试试 我回身进屋 他只当我怂了 大摇大摆到我闺房门口 嚷嚷着要我赔罪 我回了房中 苍朗朗抽出了屋内悬挂辟邪用的宝剑 剑剑朝前 直杀了出去 二兄见我持剑而出 吓得脸色煞白 一边后退闪躲 一边怒道 你意正了 竟敢冲凶掌栋刀兵 大兄亦满脸不快 三娘 快住手 你眼里可还有父兄亲肠 我冷冷道 你二人斗鸡走马 无德无才 受姑母之印弊 却不念姑母之恩德 世家面前 奴言必息 功勋面前轻狂无状 仗着手中钉点大的权力 欺男霸女 恶事坐尽 下家门庭早晚要断送于你二人手中 不若我今日便先将你们斩了 好过任由你们带累他人 二兄呸了一声 我二人乃是下家香火所系 而你一个即将外嫁之女 有何脸面 平断我下家门庭 我冷冷一笑 下家满门富贵 皆细于外嫁之女 是姑母 是我 是姐姐妹妹的一条条裙带 才让你们有机会坐享其成 不然 这个家 早就被你们败光了 弹河香火 弹河门庭 我们这边的动静 终究是惊动了父亲 他进我院中 见我持剑与兄长们对质 大吃一惊 三娘因合作此态 我将剑一收 红了眼圈 阿爷 他们如我 还骂我未婚夫婿是突厥马奴 我这父亲虽然糊涂 且一直以来对姑母阳奉阴违 但毕竟年长 比这两个糊涂 哥哥小事 又是各打五十大板 将他们撵走 转头训斥了我几句 如他一贯处事 一般或悉尼 我回了房中 枯坐榻上 回忆起梦中种种 姑母杀我 我恨吗 说是恨 不如说是怕 他能入主中宫 从来不缺雷霆手段 一旦对娘家失望透顶 自会降下雷霆万军 我并无向他复仇之心 倒觉得应该抱好他这株大树 在这风起云涌 高门眨眼轻浮的长安城里 为自己 为夏家 多争取一丝生机 我知这院中 有姑母的人 只希望我这一番作态 能顺利传入他耳中吧 我成亲那日 崔九亿受邀前来 帮新郎破门的时候 很是做了几首 快智人口的佳作 拦门的小娘子们 被他风采所舍 没拦几下子就开了门 兄弟们不服 提棒拦路 新郎裴要读身上前 七八条哨棒被他卷作一堆 阵臂一压 就都夺在了手中 弟兄们一看 眨眼已丢光了兵器 便瓦呀呀叫着扑上去 却被裴妻随手盘剥 陀罗一般打着转扑到了一处 一时间 满园都是小娘子们的惊呼声 众人的喝彩声 早听说这个裴妻酒居在外 宫马贤熟 屡历惊人 如今看这阵势 倒也当真不俗 前头探路的姐妹们 回来与我摇耳朵 说这裴妻果真是个熊一样的壮汉 三头六臂 轻面獠牙 杀拨大的拳头一拳一个 能把在座猪位都打得粉碎 一双蓝眼珠 越看越吓人 姐妹们聚众调笑 叹我一朵鲜花药插在牛粪上 洞房花竹叶一枝野牛鸭牡丹 不知我可受得住 我却将这裴妻当作了救命稻草 早做了最坏准备 野牛又如何 好过道貌岸然的催酒狼 更好过入宫的一杯振酒 新郎来了 我以扇遮面 被父亲背着 送上了花轿 只隐约见到有个人影 远没有姐妹们说的那般快头巨大 容貌却没有看清 待我下了花轿 要被新郎背进成国功府的时候 眼看着面前乌发蓝眸的绝美少年 我愣住了 这谁 说好的青面獠牙大黑熊呢 此人轮廓刚毅 五官却极尽精致 可称农厉 却因那一身杀伐之气 而丝毫不见女气 一双蓝眸浩瀚如海 一身红衣华丽至极 仍压不住她无边容色 我被惊得忘了呼吸 硬是忘了搭上她递来的手 她见我呆正 微垂眼洁 伸出来的手已经收了回去 疏然转过身 后背对着我 半蹲了身体 我刚刚趴上去 还没稳当 她已经站起了身 我恐惧之中 猛然抱住了她脖梗 她的脚步顿了顿 而后又如常走了出去 入门跨火盆的时候 我欲伸手拉她 却见她脚步飞快 头也不回地大步前行 她身两高我半头 一双长腿虎虎生风 我有心去追她 也扯着衣裙 急急迈步 结果我这一块 后面扯着裙摆的 蚯蚓 一步没跟上 那后摆脱了手 眼看着就要落入火盆中 蚯蚓惊呼一声 裴妻却猛然回过了头 双手迅雷不及掩耳地架住我两叶 双臂一提 将我托举着飞出了两步 我回头去看裙摆 只见她翻滚出了一道移拟的浪 在明黄火焰上飘摇而过 滑出一道优美的弧线 缓缓落在了红毯之上 宾客们山呼海啸地喝着彩 我却觉得世界很静 喧嚣很远 我俯仪落地 游自心跳不停 她已经被烫到似的急急松开了双手 搓了搓指尖 转头欲继续急行 回眸见我拖着长长裙摆在后面追赶 终于察觉到了不妥 抿了抿唇 绷紧了好看的下河线 步伐终是慢了下去 我抓住机会赶忙跟上 跨马鞍的时候 她正欲踏步 又想起了什么似的 瞄了瞄我 犹豫着递出了一条手臂 我伸手抓住了她的小臂 只觉手中肌肉紧实有力 与我平素来往的男子格外不同 离得近了 更闻得到她身上烈酒与檀香都盖不住的 淡淡射香 我呼吸一致 强撑着软掉的腿迈过了马鞍 脚下稀里糊涂 又被裙子绊了一跤 紧接着便跌入了一个坚实有力的怀抱中 我一抬头 只见裴耀那高挺的下巴近在咫尺 我鼻尖再向前一点 便要触到她喉结 结果下一瞬间 她大力将我扶正 留下一句走路小心 便又头也不回地大她不前去了 我叹了口气 我这夫君固然俊美非凡 对我却也没有什么好感吧 也是 我都知道不愿意为姑母记 以婚姻拉拢陪家 人家陪家被我施施然拉上贼船 心中又怎会毫无不平 直到败了旧姑 在帐中坐床时 我的心还是不能平静 眼前满是裴耀那双海一样广阔的蓝眼睛 手上挥之不去都是那愁衣之下 她手臂的坚实触感 鼻端似乎萦绕着她浓烈的气息 轻面獠牙的大汗 呸 这帮小蹄子 我正自出神 咬着唇忍笑 那边蚯蚓却慌慌张张地冲了进来 急急地禀报道 娘子出事了 成国公亲自拆开了崔九郎送来的一幅画作 可 可是 我文言已绝不妙 强自镇定 问道 可是什么 可是 那上面 除了她崔九郎的大名 还 还数着娘子的名字 我方才还滚烫的脸 转瞬 就已彻底湿了温度 我吃恋过崔九 满城皆知 想必成国公府的诸位 也都清楚 只是我这婚事是陛下亲赐 皇后作媒 我之脸面 极为皇后之脸面 他们总会顾念这份脸面 只作不知 可崔九 如今唐儿皇之将 这一切摆到了台上 将我归名 与她名姓 并排鼠上画纸 无异于直接撕下我一张脸皮 崔九怎么说 他说 他说 他送来的几幅画作 其色皆为娘子首调 他不敢鞠躬 特送来此 作为贺仪 青梅竹马的少年男女 并肩作画的往事 已是不足为外人道 一贵族女子甘愿为人 调色研磨做奴婢事 更是让人颜面无光 然此蠢事皆我从前所做 我可否认 但谁人不知真相几何 我新婚当日便送来如此大礼 这个崔九 好毒的心思 可她如此作为 究竟是何意 是了 当初陛下力排众议力 姑母为后 她崔家 不就是个众议之一吗 如今姑母登顶后卫 他们怕她事后清算 自然怕我们下家做大 从前 我满眼都是崔九 眼里除了小儿女之情 别无他物 她并觉得我很傻很好骗吧 殊不知这世上的痴儿 一旦放下了执念 不再自欺欺人 不告而奔的脑子 便自会回归原位呢 我豁然起身 破门而出 成国公身边小厮此刻 正举着一幅青绿山水 几位朝廷众臣聚在一边议论此话 嘴上说的都是笔锋 涉色 眼里却难掩余之意 成国公脸色铁青 强自撑着 裴妻垂谋不语 明明是婚礼主角 却颇有几分置身事外之态 崔九则唇上带笑 好不挑衅 我上前两步 在众人注意到我之后 开了口 崔九郎大作果真名不虚传 三娘以微末之功 铁列姓名 实有愧也 不敢当此盛情 崔九笑得儒雅 温文 功不分大小 若无三娘 绝无此话 这还是三娘亲自提点 崔某的道理 我轻叹一声 郎君崖岸高峻 三娘难以望其项背 但终不敢望自鞠躬 不若为此话添上几笔 以图名副其实 可好 崔九眉头迅速一皱 双眸微眯 深深看着我 似是在思考我葫芦里 究竟卖的是什么药 一旁观化的李布侍郎郭幽之 却猛然将画作举到了一旁 九郎此作中灵玉秀 已有大家之风 你想望自土改 可是要毁了此话 我微微促起了眉 楚楚地望着崔九 崔九郎也觉得我添几笔 是糟蹋此话吗 崔九的表情有一丝僵硬 最终却还是一副明朗大方之态 怎会三娘不吝赐教 是崔某的荣幸 丘颖 被笔墨 另取石青 石绿 朱砂 明皇备用 丘颖的我主妇 去取我嫁妆里的笔墨颜料 成国公亦轻轻汗手 事已吓人 备好捉案 我亲自上前从郭侍郎手里 取来画作铺在岸上 又嘱咐秋影前来帮我添没 然后我保湛浓墨 提笔挥毫 便开始大刀阔斧地修改此话 一旁郭侍郎每看我挥下一笔 便似被割去了一块肉 皱眉痛思 面不忍事 其他大人虽不及他形容夸张 均也满脸惋惜之色 似乎料定了我只是想毁掉此话 一拳清明 吏部尚书宇文硕 还在一旁规劝郭侍郎 成国公府大喜之日 恭合作此态 一幅画而已 岂能有娘子名节重要 郭侍郎拂袖而走 不接他此言 我虽将这些议论尽收耳中 却不在意 只继续挥毫 此时我已占调好了颜色 开始往画上添彩 墨迹干了几分 不至于因树起 而使颜料留得到处都是 我便将画符轻轻举了起来 蚯蚓帮我把画卷展开 两人各持一段展露人前 却听得一阵倒抽冷气之声 崔九脸色清白 艰难地挤出了一个笑容 果真 画龙点睛 三娘子之才 崔某远不及 也 实在惭愧 一旁角落里被过身去的 郭侍郎闻听此言 怒而回头 正要开骂崔九没骨气 余光挑到画符 却是一愣 急急拨开人群挤上前来 从头到尾细细看过 忽然扶掌大笑 哈哈哈哈 是郭某小人之心了 娘子大家之才 郭某不及也 不过寥寥几笔浓墨 进展降气 流光幻彩 直叫日出东方 光辉耀目 疲壁之色一扫而空 好 好 好 他倒戈实在太快 几乎闪断了众人的腰 刚还劝他不要怪罪于我的语文大人 欲言又止 只言又欲 看着崔九听到降气二字后 轻中范绿的脸色 轻咳了两声 将他往后拉了拉 也有人说我用色太浓 笔出太阔 失了画中枯记缠胃的未尽一封 郭侍郎当即跺脚 我朝之人 自当作我朝之画 万国来朝之圣面前 谈玄枯禅 有何可称道之处 语文大人眼看他这 没把门的大嘴要兜出 而等可是怀念前朝的虎狼之言 赶忙上前拉住了他袍袖 此画之美 无需争执 娘子之才人所共见 金珠公关 新婚夫妇李承之美 又见心腹大财扶要家门 实姓是也 不若各留莫宝 以助盛事 如何 成国公 您意下如何 荣马一生对书画一窍不通的 成国公陪茧 甚好 甚好 宇文大人和郭大人起头 连着崔九的名字提起 与朱公一起将名字围成了一个圈 将我的名字围在了当中 我上前拉了拉裴耀的袍袖 说 不若夫君也提下名字 就在我旁边 如何 裴耀轻轻皱眉 我尴尬地松开了手 做了个请的手势 他犹豫了一下 说 某遍不献丑了吧 成国公的蒲扇大掌 一掌拍在了桌案上 拔眼一瞪 裴耀叹了口气 接过了笔 他连握笔的姿势都不太正确 生疏到让我直捏了一把汗 可当真下笔之时 却自有一股气势 笔是大开大合 自成一家 至刚至烈 犹如刀锋 宁折不弯 待他写就了 这幅画上 满座宾客之名 如群星 拱为我与裴耀夫妇 裴耀至刚的笔触 旁边是崔久 以簪花小楷写下的我之名姓 如小鸟依人 竟出其相配 崔久之名 虽恰在我名正上方 却也仅仅如此罢了 一眼过去 完全看不出 他也是作者之一 倒闽然于众人矣 我贾星星向他道歉 他嘴角抽动了几下 勉强挤出了一个 比哭难看的笑容 僵硬地附和着 宇文大人大喜之日 自然以新婚夫妇为先的话 攥起的拳头 却始终不曾放松 风波散尽 我总算松了一口气 众人继续饮酒 我则告退回去坐床 万没想到 这一座就是一夜 我的新婚夫君裴耀 直到天亮 也未来我房中 听说成国公亲自召裴耀入书房 谈论了一夜军机钥匙 清晨相见时 裴耀见我满头朱翠 面带残庄 依旧是昨夜那身行头 满脸惊讶 昨夜不是派人传了话 让娘子先歇下吗 我淡淡道 结发未成 何谨之礼未行 我以为郎君虽有要事 却总还来得及 回来一趟的 裴耀一脸尴尬 那那不知所言 蚯蚓忙打圆场 时辰不早了 不如郎君 娘子 趁现在把礼数捕上 好及早进攻面上 我们短暂地对视了一眼 然后又各自看向一旁 我余光看他点了点头 就顺坡下旅与他全力 只是哭等一夜之后 我满心的期待只剩了疲惫 只能艰难地撑着眼皮做完 心中好没滋味 李继全 我们梳洗更衣之后 趁着晨光西微上了车 准备进攻 马车摇摇晃晃 让我更加昏昏欲睡 捂着嘴打了好几个喝欠之后 终于靠在车壁上 睡着了 车停的瞬间 我醒了 一睁眼 我便去摸夹侧 生孔自己口角流弦 花了妆容 夹边干燥 让我松了一口气 可我这一口气还没完全松下 便觉得自己的姿势怪异 低头一看 才发现我这脸颊 虽是一直贴在车壁上 两条腿却都自作主张 搭在了裴耀腿上 只岔盘在他腰上了 那姿势当真一言难尽 裴耀见我醒来 猴头滚动 轻咳了一声 并未说话 我急慌慌收回了腿 跟车前坐着的蚯蚓要了铜镜 理了妆容 尴尬地冲她笑了笑 胸前裙带 不知不觉 被我揉了个稀烂 入了宫门 姑母身边的女官前来通报 说圣人与娘娘接在殿前轿场 传我们到笔处觐见 我们便改了道 轿场人声鼎沸 热闹非凡 中央空地上 一个皮肤有黑的昆仑奴 赤着双足 袒露上身 正在表演讯象 二人多高的大象 在昆仑奴的斗影下 忽而人力而起 摇头晃脑 忽而伏地作衣 弯曲长笔 一身彩袖叮当 好不讨喜 我们半夜完毕 刚一入座 表演便结束了 昆仑奴鞠躬作衣 亦是憨态可居 行阳公主见表演结束 又见我二人来 突然唇角一勾 笑道 我听闻昆仑奴身有扛顶之力 又闻陪将军善拉百旦之功 却不知二人决力 作何胜负 不若让他们比上一场 圣人 娘娘 以为如何 圣人闻言 轻轻皱眉 而姑母已经冷了脸色 陪将军功勋之后 国之栋梁 一个昆仑奴 岂可与他相提并论 行阳公主撇了撇嘴 决力而已 有何贵贱之分 我倒不信 我朝的将军 竟比不过一个小小昆仑奴 话一说完 他就若有所指的看着裴要 裴要面色平淡 不卑不亢 裴某凡夫俗子 不比昆仑奴神力 便不现丑了 公主翻了翻眼睛 嘟嘴不言 满脸失望 卢江王见侄女嘟嘴 献了一记 不若让那昆仑奴 做伯虎之戏 如何 太子 朱王文听此言 满眼兴奋 显然早有此记 只是碍于仁善之名 未敢提及 此时都期待地看着圣人 圣人沉吟片刻 终不忍服众人意 说了一句准 底下人便牵来了一只 吊经白鹅的大虎 我与那虎相聚树杖 且隔着高高的铁栅栏 远远望着 以绝亥然 他身长杖许 满身油亮毛皮 斑斓花纹都盖不住 线条清晰的剑子肉 猫一样优雅 走路无声 但那一身巨大的威势 简直扑面而来 一声唬吼直交地动山摇 吓得我下意识往后 靠了靠 身边裴药轻轻拍了拍我膝盖 吴氏 我在 我强自定了定神 那边那虎以纵月而起 以泰山压顶之势 向昆仑奴扑了过去 昆仑奴扶地一滚 从虎肚子底下钻出 左右腾挪 闪避老虎攻势 他手中只有一柄匕首 连个长兵器都没有 根本不敢贸然出击 被饿疯了的老虎追得狼狈 似乎想靠耐力取胜 可他左肢右处 身上伤痕越来越多 我心中不忍 叹了口气 闭眼别过脸去 结果下一瞬间 只听老虎大吼一声 而我身边的裴药 突然举起了酒杯 猛然朝天一至 我只见那酒杯 在几乎飞入云霄 不见踪影之时 突然又落了下来 画出了一条 优美弧线急速而下 猛然落在了老虎头上 老虎正扑在昆仑奴身上 与他对质 几乎咬咬到昆仑奴警侧 被酒杯从天而降 猛然一砸 一声巨响 竟打得那斑斓猛虎满头是血 怒吼一声便放下了昆仑奴 猛然冲我们这个方向的 栅栏扑来 这边的女眷一片惊呼 眼看着恶虎 呲牙咧嘴 满脸杀意 己欲责人而逝 一个个吓得花容失色 我也在惊恐之中 抓住了裴药的手腕 他挺身而上 随时准备再次出手 结果下一瞬间 那大张的虎口内 忽然伸出了一只血量刀尖 使昆仑奴纵跃而起 将匕首自上而下 从他脑中插入 一刀毙命 狐眼渐渐迷茫 巨爪还扑腾了两下 然后身子一歪 轰然倒地 这一切都发生在 电光石火之间 等大家反应过来 昆仑奴已经移手俯兄 对裴药行了一礼 裴药冲他轻轻汗手 然后转身面向圣人 单膝跪地 抱拳请罪 沉溢时于心不忍 贸然出手 坏了陛下与诸王 公主的性质 请陛下责罚 圣人见状 哈哈大笑 裴轻何罪之友 指一杯 便让弓手之事意味 精彩至极 菩萨心肠 金刚手段 大善 朕今日便将这昆仑奴 与虎皮皆赏赐于你 望你在战场上 也有如此灵机应变之才 体恤民情之善 为我朝开疆拓土 建立功勋 这话中深意 我不敢细想 果不其然 我们出宫之后 还未用晚膳 圣旨以下 命裴药为左五位将军 率军五万 走海路池源高丽战场 裴药入京成亲 不过几天 屋子都没住热 眨眼 便被圣人派了出去 成亲荡日 我和裴药拜的高堂 是他祖父母 他的父母常年驻守西北 拱卫国门 府中只有一位 进军当职的大伯 和几个伯娘婶婶 接圣旨需要全府出洞 等圣旨降下 传旨太监收了银子 满意离去 这几位伯娘婶婶 就面面相去 不约儿童用同情的眼神看着我 有的轻抚我肩 有的摇头叹气 有的拉着我的手 对我耳语 身边信得过的陪嫁可安排好了 不若趁大军还未开拔 抓紧开了脸送到陪药房中 让他过几日一同带走 我这心里一万个不舒服 这大好的郎君 我还没尝先呢 先安排个通房奴婢 但高门大户 尤其是武将薰贵之家 大多如此行事 我姑墨裴家这几位疏败 也是如此 婶婶应当不是恶意 就强自笑着 你自己的家生奴婢 总比外面的女子好拿捏 最起码不至于爬到你头上去 沈娘严禁于此 七郎娘子自颠良吧 闻听此言 我胸中如堵了一块大石 直觉难以呼吸 用霸碗膳 我和裴瑶回了我们的东跨院 平退了众人后 我就强称笑容 把此事摆到了岸上 郎君不日便要开拔 身边伺候的人 可选好了 若是还未有合适的人选 蚯蚓如何 下家小门小户 中用的家生奴婢不多 蚯蚓是我陪嫁 本也有此安排 陪要一愣 随即摇了摇头 蚯蚓是你贴身侍女 怎可随我出征 我自有何用的人 你放心便是 是他原本就有的贴身奴婢 还是老太君那边安排的人 我偷偷攥紧了拳 指甲陷入手心 口中发苦 勉强挤出一个笑来 郎君何用的是何人 我自为他打点行装 陪要点了点头 也好 然后他拍了拍手 对着门外喊道 三饼 过来见过夫人 门外有人 我望着那黑漆漆一片 心想这女子莫非会舞 夜行藏匿功夫 好生了得 还有这三饼是个什么名字 当真难听 然后我就看见浓稠夜色中 闪耀出了一弯雪亮月牙 但那月牙渐渐进了屋中 我才发现 这哪里是什么月牙 这是昆仑奴咧嘴一笑时 露出的满口白牙 他这夜行藏匿功夫 不得不说确实是天赋吧 昆仑奴入的屋内 便俯凶行礼 姿态卑微而恭敬 裴要说 三饼天生神力 可薄施虎 又善潜水 此行随我出海 并能助我良多 只是辽东苦寒 他赤身裸足 难以消瘦 烦劳娘子 为他置办几套寒衣 几双皮靴 以备不时之需 我看着三饼漆黑的脸上 那一排雪亮的大白牙 只觉一言难尽 郎君 切身说得身边伺候的人 是指 那种伺候 陪要一双蓝眼 无比纯真 哪种 你 当真不知吗 是三饼绝对不可能的那种 昆仑奴闻听此言 突然开了口 娘子 三饼可以 三饼懂得很多 三饼一定能好好伺候郎君 你你你你懂了什么 你不要过来啊 我看了看矮小精寿色黑如墨的昆仑奴 又看了看风资无双的陪七 一步上前便挡在了陪七身前 三饼看见我脸上的防备 满脸受伤 但还是打叠精神 骄傲地抬起了下巴 大步上前 一把就摸过了我的针线蓝 那里面有一把茧子 他不会想不开要自尽吧 三饼 切莫激动 结果 昆仑奴看 都没看那茧子一眼 反倒摸出了一块布头 一根绣花针 又熟练地扯了一根线 穿引而上 飞针走线 不一会儿 就绣出了歪歪扭扭的小花一朵 裴耀惊讶地合不上口 待昆仑奴将那花朵绣完展示出来 扶掌叫好 大善 我再转头去看昆仑奴 只觉他那满口白牙 更鲜艳了 通房奴婢的事情 我实在提不下去了 墨电屋陪药 还同而已 八 这一晚上陪药忙到深夜 而我由于头一天夜里也熬了夜 实在撑不住 不知什么时候睡了过去 夜里身边似乎多出了一个人形热园 迷迷糊糊间 我睁眼去看 看见一头海藻一般的黑色卷发 我伸手去摸 手腕却被人抓住 暗夜里我只见一双蓝眸 猛然睁开 倒映月光 射人心魄 像一帮传说里的海妖 他看见是我 愣了愣 抓住的我的手腕 也不知该不该放 似是斟酌了半晌 才小心翼翼握在了掌心 放在了夹侧 暗夜很静 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我的手被他握在手中 像全身倾注热流 手心转眼就变得湿漉漉 黑暗中触觉也分外敏锐 我数得清他掌心有几块脖茧 他猛地放开了手 翻身躺平 睡吧 我听他声音阴雅 不知是否有样 凑身去触他额头 只摸到薄薄一层细汗 他低头看了看我松松垮垮的泻衣 猛地别过了头 硬把我按了回去 盖上紧背 睡吧 第二天我醒来时 身边空落落 大军已然开拔 枕边留下一串钥匙和一张字条 里面言明这是他的私库 那里一应金银 卷博我可随意取用 又说给我留了几个暗位 任凭我差遣 我抚摸着那字条上刀锋般的笔触 长久无言 陪要一走 日子只剩下了冷清 我看伯娘沈娘们 院里各供着道君菩萨 整日香火不断 似乎已经一眼望到了 我未来几十年的日子 心中叹气 无事时 姑母偶尔召见我 我便进宫伴她 她说她最喜欢和我玩双路 因为我是唯一一个不演戏的 我这臭齐篓子 使出浑身解数 也赢不了她 当然不用像老狐狸们一样 算计着用几部书会比较体面 提及我新婚荡日之事 我主动道谢 多谢娘娘帮三娘解围 姑母抬起眉 哦 不是你自己解的围 我宫顺一笑 宇文大人 是姑母安排的吧 姑母笑了笑 那你没看出来 郭优之也是姑母安排的吗 郭侍郎 我一时震惊难言 傻丫头 姑母笑了 郭优之能官居侍郎 还能当真是个口无遮拦的话吃不成 不提别人 就说你那祖父成国公 咋看何其粗狂也 然我朝数次风波 多少高门转眼轻浮 只她早早看清了形势 急流勇退独善其身 你莫要只把她当作一个寻常武人 伸着呢 学吧 我低头 冷汗沉沉 三娘知道了 此时圣人驾连 见我和姑母正在下双路 挥手示意我们免礼 还饶有兴致坐在一旁观战 观着观着 忽然笑道 三娘竟比婉娘更似营娘少时 果然侄女随姑 婉娘是行阳公主 营娘却是我姑母归名 圣人此话一出 我后背冷汗如雨 强笑道 行阳公主兼有娘娘之美与圣人之贵 自然神仙之貌 三娘虽有幸有几分消似姑母 却绝不能与公主相提并论 圣人打着哈哈 将此事结果 姑母眼皮青苔 了然地看着圣人 唇角勾了勾 下完了这一局 便放我出了宫 出了宫门 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打定主意日后 轻易不再进宫 结果一出宫门 裴要留给我的暗卫 就禀报说 有人尾随于我 我拐进了一条小巷 让暗卫们埋伏妥当 严阵以待 却见紧追我们的那架马车上 催酒师施然走了下来 我连马车都未下 只在车上给他行了个礼 不知催酒郎有何要事 他冲我欠了欠身 某有些书画上的疑问 想请娘子指教 我把车帘向下一拉 直接坐回了车中 三娘所长不过奇迹尹巧 如何指教催酒公子 郎君请回吧 催酒的声音自车外传来 三娘大家之才 怎能说是奇迹尹巧 只是不知我们相识五年 三娘因何一直在酒郎面前藏桌 藏得如此之深 最后一句 他为阴近乎哀怨 千斑浅犬 身边蚯蚓神色复杂 我能猜到这所有 仆从暗卫的表情 大约也都很精彩 我只觉自己再和他纠缠下去 简直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硬邦邦丢下一句并无此事 便要赶快离开 催酒却风魔了 一般拦在我马车之前 某不甘心 当初在娘子婚礼上 娘子压我风头 某不便多言 可我催酒郎之名 也不是这么好践踏的 求三娘和酒郎堂堂正正 比上一场 请诸位大人裁决 不知娘子能否赏脸 我愣住了 这催酒原来最在乎的 还是她自己的财名啊 也是 我当初实实在在踩了她一脚 让她颜面扫地 她这些日子不定听了多少 也与诽谤 想必众人都说她自诩为才子 话迹却被一个女子 比得体无完肤 怎能不及 一即此 我笑了 酒郎大才 三娘如何与之相比 况且男女大房不可费 有道是人言可畏 机会消骨 三娘便不与郎君多坐周旋了 郎君见谅 说吧 只使车夫催马 头也不回地离去了 不过 这催酒并未轻易放弃 随后几天 我整日闭门不出 她就每日送一封挑战书过来 我退一封 她送来一封 我退一封 她送来一封 我感觉何家看我的眼神 都颇有些怪异 是了 那书信封题上 虽然写着挑战书 但胭脂里面写的 到底是些什么呢 这思乡瘦瘦的嫌疑 我是洗不掉了 催酒此人 何其可恨也 结果 九月初六 老太君寿臣 我们和家团聚正在吃团圆饭 国公爷便收到手下递来的一封飞歌传书 看吧 他脸色疏然一变 众人疑惑 他白白手示意无事 让大家继续 我直觉不对 在宴席结束后 追到了国公院中 见了礼 便急急问道 祖父 可是有七郎的消息 国公爷深深看了我一眼 没有回答 只叹了一口气 然后头也不回地回了自己房中 四日 战报进京 陛下照我们进宫 大家未免 直言七郎临危不乱 指挥得当 挽救了很多兵族和大批粮草 自己却落了海 只怕是为国捐躯了 让我们节哀 我昨夜一夜未睡 脑子发魂 又听得陛下此言 更觉头昏 下一瞬间 我头重脚轻 一头栽了下去 梦里 我竟然见到了陪七 他躺在地上 昏睡不醒 身上盖着一件毛领大厂 梦里的我 并不追究自己 为何在此处 只扑到他面前看他 却见他 角色面容苍白如纸 嘴唇干裂 海藻般的墨色长发 湿漉漉地贴在夹侧 显得他 本就不大的脸声出了几分 楚楚可怜 我摸了摸他额头 触手滚烫 又见他的衣物上 头发上截了一层白霜 尝了一下 极显 使颜味 再从他身上盖着的大厂的缝隙下摸进去 结果发现 他一身衣服居然都是半湿的 这样哪行 可 换洗衣物从何处来 我四处看了看 发现我们正身处 一个山洞之中 这山洞 离本就寒冷 洞口还时不时吹进来几股 新鲜的风 不远处有一个火堆 火堆边插着几根木棍 上面穿着鱼 一面已经快糊了 另一面还生着 火堆微薄的热量 在这冰冷的山洞中 显得格外单薄 而且柴火即将燃尽 我正急得团团转 却见他嘴唇吸动 傅耳去听 发现他嘴里嘟囔着 水 水 我把鱼翻了面 烤熟了 喂给他吃 他吃不下 我出了山洞一看 外面白沙铺地 礁石临循 倒是有万情必拨 这是海吗 我是中原人 只见过湖泊 未曾见过海 我爬出山洞 来到海边 发现地上有许多贝壳 大小各异 还有一些墨绿色的水草 啊不 应该是海草 我捡了一块贝壳 咬了海水 正欲回去喂给它喝 想到它身上严厉 又绝不对 尝了一口 便一下子吐了 便是打死卖眼的 也熬不出这么咸的汤来 我在向岸上望 只见怪石临循 目之所及 没有半点人烟 更无流水的痕迹 我不敢擅自离开裴药 又折返回山洞 想了一想 一咬牙 先是深一脚浅一脚爬到高处 掰了几根枯树枝 添在火堆里 又使了一些礁石堆在洞口 想为洞内挡挡风 洞口本也不算太大 我将之几乎堆满了石头 只留一个小洞 我可以侧身钻进钻出 洞内在火堆的温暖下 终于不再那么酷寒逼人 可看着躺在地上昏迷不醒 几乎脱水地陪药 我只觉白找挠心 我正一筹莫展之际 看着那堆火劈劈啪啪爆响 我却忽然想到了什么 记得从前 我曾到厨下偷嘴 曾意外发现 锅中汤咸 但锅盖中的水滴 聚拢成的流水 却未淡 烧煮海水 可否得淡水 我将陪药留下 又跑了出去 在沙滩上搜罗了一圈 找到几对比较大的贝壳 用其中一半成了水 另一半盖在上面 放在火堆中烧 烧了一会儿 上面的半边贝壳 果然湿了 可我一尝 还是咸的 正自绝望 却见下半边贝壳里的水里面 已经吸出了盐力 我拿起下半边 晾了一下 再尝 发现这水果然 又咸又苦 比上半边里的咸得多 想来 是那上半边的贝壳 也是海里出来的 自然带着盐味 可蒸出来的水 就是淡水 我瞬间来了精神 将上半边的水甩掉 再来蒸 往复几次 果然得了一点淡水 便急急拿去喂培药 她喝了一些水 干裂的唇回复了润泽 可额头还是那么烫 我狠了狠心 一不做二不休 将她一身湿衣 都扒了下去 原本还想留下泄库 可那泄库湿得很厉害 几乎能凝 出水 眼见着是留不得的 最后闭着眼睛 牙一咬心一横 都扯了下去 然后急急将她用大肠裹住 裴妻这白玉 一般修长健美的身子 结实的胸膛 快蕾分明的腹肌 还有都狠狠烙印在了我心底 这山洞分明依然寒冷 我双颊却是燥热难当 我在喂她鱼 她终于吃了下去 我忙里忙外 又给她蒸了一些淡水 还用自己的帕子 沾了水给她敷在了额头 又把她的湿衣 都挂在火堆旁烘干 一回身却发现 大肠没有裹盐 我伸手去扯 一动间她半边肩膀 和整条锁骨都露了出来 过于秀色可参 让我艰难地咽了咽口水 才更加艰难地 把大肠盖了上去 结果我刚碰到她的身子 手腕却被猛地抓住 山洞外 却同时传来了人声 我却在这一瞬间 一个机灵 醒了过来 睁开了眼 眼前果然不再有什么山洞 什么培药 只有姑母和圣人 正满脸关切地看着自己 低头一看 床榻上铺着明黄紧入 这是玉榻 我待在了当场 一时不知做何感想 更要命的是 圣人此刻亲自拉着我的手 关切问我 三娘 可有何不适 说话间 她的拇指 正在我手背上轻轻拉萨 我惊了一跳 一把抽回了手 芒不迭起身跪下 一头磕在了玉榻上 臣妇玉前失疑 请陛下 娘娘降罪 姑母还未开口 圣人便安慰我道 三娘何罪之有 悲伤过度而已 传太医 为三娘枕脉 我抬起了头 忙说 三娘无恙 无恙 就请个平安脉 圣人温和而强势 不容我拒绝 我便点头硬下 只是一看自己身下的明黄入榻 就觉如坐针毡 我四处观察了一圈 发现除了圣人 姑母 便只有几个太监 宫女职守 国公府一干人等 都不见踪迹 察觉到我的疑虑 圣人道 三娘安心养病 其他人亦是悲伤疲惫 早已归家 我点头应是 太医为我诊了脉 说我除了忧思过重 并无大碍 姑母叹了一声 说生死有命 三娘看开一些 我却摇了摇头 三娘觉得 裴药还在人世 姑母挑眉 哦 我低头道 三娘方才在混沌之间 似乎魂魄离体 到了七郎身边 见七郎身处一山洞之中 昏迷不醒 圣人满脸怜悯 三娘这是梦魇了 七郎遭了海难 怎会在山洞中 梦都是反的 快好好休息吧 莫要胡思乱想 我却坚持 七郎身处海边山洞 洞中有火 火上有鱼 圣人和娘娘面面相去 都吃不准 我这是编的还是真的 我又一个头科在了御榻上 求圣人开恩 云我到高丽前线寻找七郎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梦中情形历历在目 臣妇相信 到了笔处 自己定能将她寻到 姑母翻了我一眼 胡闹 高丽路远 战场凶险 岂能玩笑 我说 三娘记得那山洞的形貌 若到了那附近 定能认出 圣人倒是来了几分兴趣 朕听闻三娘善话 话继犹在崔家九郎之上 三娘可否将那情景画将出来 我点了点头 莫 圣人 见我如此自信 兴趣更浓 这太监取来笔墨只艳 让我作画 我在画纸面前青和双目 竭力回忆梦中情形 一睁眼 便已构思好了如何取景 大漠沟县 诗笔铺沉 干笔村出文理 我笔不停歇 很快汇出了荆涛拍案 乱石穿空 白沙泄地之景 圣人见我落笔干练 本颇有赞叹之意 待我停笔 表情却渐渐严肃 吩咐太监 传苏将军觐见 苏将军争高丽有功 上上个岳方班师回朝 老将军一看我这话 十分惊讶 陛下 此画从何而来 圣人面目沉着 将军所见 所会为何 苏将军轻抚画纸 发现墨色未干 脸色突变 此高丽平安北到海景 此地所去平壤不过数十里 微臣曾行军路过此地 一看便觉眼熟 此画究竟为何人所会 非亲眼所见 实难做此画也 随臣出征的军中之人 绝无人有此画迹 圣人 姑母的表情都凝重了起来 圣人让太监搬出地图 在上面找到了 我所会的海景所处位置 难难道 裴卿遭遇海难之地 去此地 亦不过十里之遥 我闻听此言 急急跪地叩手 求圣人开恩 云我前去 姑母在一旁轻叹 长安聚此地万里 便是陛下云你去 你又能作何 七郎若是当真还在人世 自会回朝与你团聚 苏将军 圣人忽然问道 从未到过高丽作战的将领 若是每到一地之前 都能见到这般的地图屠住 对战事有几分注意 苏将军虎目放光 定当如虎天翼 姑母一惊 抬头看圣人 四目相对间 两人都明白了些什么 苏将军走后 陛下掏出一块玉牌 递给了我 下三娘听旨 我忙伸出双手 三娘接旨 朕命你为高丽采风使 秘密出行 每到一处 便将山川风帽 祥会成途 再加以助解 若与左五位将军 陪要取得联系 则命他全权配合于你 你此行所得 屠戮为军机绝密 宁悔 不可落于敌军之手 我接过令牌 重重遁守 臣妇皆指 朕会安排那卫护 送你即日启程 所需一应物品 你找李林海安排便是 此事连成国公府之人 亦不可告之 对外 对外便说 你留在宫中陪伴姑母 这在世人眼中 我留宿宫中一夜 已经清白不保 若是陪伴姑母 数月之久 陪要在世人眼中 当真是离离园上草 一岁一枯荣 算了吧 若做此安排 朝中又要有人锅躁了 还是说他为七郎祈福 闭门礼佛吧 圣人转头去看姑母 却见姑母正似笑非笑地看着她 最终点了点头 还是皇后想得周到 我常常松了一口气 出殿门的时候 我又碰见了行阳公主 躬身行礼 她只坐不见 倒问边上人 父皇近日 又相中了什么新玩意儿 大太监李林海劝她 圣人 娘娘都在殿中 公主慎言 公主马边一甩 直接将我裙摆抽掉了一块 然后翻了个白眼 扭身便走了 我自不会同她计较 只从左眼台门 轻车俭从而出 结果回到家中 我才发现 我带到宫中那块手帕 不知何时 静已不见踪影 莫不是落在了玉榻上 一念即此 我便浑身冷汗直冒 圣人在梦中 曾那我入宫 而今看来 依旧有此念 手帕会不会是她取走的 她应该不至于 下坐至此吧 怀着满心忐忑过了几日 我没听到任何消息 勉强把心放回了肚子里 又过了几日 我终于在那位的帮助下翻墙而出 只留下一个宫女 扮作陪妻娘子 整日替我念佛 我们一行人化妆做贩卖笔墨纸燕的行脚商人 走路路直取平壤 我在这一路上 汇了许多山水风景的图样 也设想过很多次和陪药的重逢 可我想破了脑袋 也没想到 我们的重逢 会如此荒唐 狼狈 猝不及防 我们出发时是九月中 带过了鸭绿江 已经是十月末 北风呼啸 天色沉沉如铁 陆霞 马车即是颠簸 我便自骑了马 裹上厚厚求衣 南庄行走 高丽山中匪患横行 侍卫们或明或暗 一直互卫我两旁 遇见过几拨盗匪 都悉数打发了 我在事后都认真描绘了盗匪藏身之地 加好铸脚 准备编入侧中 行至安州 临近平壤 我见此地较为开阔 正准备安排众人停下脚步稍作休整 不远处忽然有几骑及驰而来 我还未看清这些人的打扮 侍卫们的阵型已经被冲垮 下一瞬间我身子一倾 已经被人掳至马上 大头朝下 只看得这人一只穿靴的脚踩着马鞍 此人一击得手 兴奋地发出一声呼哨 身子一斜 几乎离安 就在我以为他要整个大头朝下栽下马的时候 他在马身上取了一只机关壶 又坐回了马鞍上 仰头大口喝酒 然后随手色上色子 用我听不懂的语言互换了两句同伴 然后将酒壶抛了过去 就在他做这一系列动作的时候 我们身下的骏马脚步丝毫未停 还是以惊人的速度急迟向前 我被马尖颠簸得指欲作呕 却在转过头 看见马背上的骑手面容的瞬间 傻在了当场 连呕吐都忘了 此人一身求衣 头发编成无数长辫垂鱼身后 完全是突厥人打扮 然那白面蓝眸 精致五官 却不是裴要是谁 见他们一伙来的另外几个人 与那位交战 他回过头 用别角的汉语喊道 得手了 还不走 愿赌服输 另外几个人怒道 狗突厥 尽会抢风头 我这才注意到 他们服饰很像汉人 指头上官帽 左右插着两根鸟羽 据我所得消息 应该是高丽贵族 裴要哈哈大笑 骂了一句棒锤 策马急奔 意骑当仙 那位驱马来追 但因为胯下马而远 不及裴要的突厥宝马神郡 直被他越甩越远 几人迟入了一处营帐 帐外有重兵把守 可见身份确实非同小可 一入营区 疑似陪要的男子 便缓了马速 在一座帐篷面前停了马 翻身而下 而后一把将我抱了下来 紧紧搂着我的腰 冲后来的同伴炫耀 小妞归我 尔等还是回家抱老婆去吧 当仙的高丽人满脸不服 哼了一声 此人真是女扮男装 万一是个小郎君 后面一个满脸猥琐 男女还不一样享受 赫言 你要猪油不要 陪要呸了一声 一把打掉我的帽子 手插进我厚厚黑丝 向后一缕露出我面颊 又捏起我的下巴 妈撒了两下 转过头似笑非笑 看着几人 这般水灵的小娘子 尔等看不出 猪油留着你二人玩吧 也不奉陪了 然后猛然将我抱起 一掀杖帘 钻了进去 我甚至未来得及 有任何反应 就被她扔到了一张 羊蹄入榻上 轻身压了下来 我被惊了一跳 心急速跳着 满脑子都在想 这人难道只是和 裴药相貌相似 其实并非裴药 而是个陌生的突厥男人 可我听她声音 都与裴药相同 世间会有这样的巧合吗 她俯身下来 我吓得呀 一声大叫 偏过头去 她却在我耳畔 巧声问了一句 三娘 是你吗 我的脑子轰然炸开 瞪圆了眼睛 好半晌 才转过去看她 同时点了点头 外面忽然传来了 几个高丽人的怒骂 赫言 你这狗才 行不行 不行将小娘子送出来 自有人上 裴药冲他们怒骂了一声滚 然后连忙趴到我耳边说 叫 我满脸迷茫 这 这我也得会呀 她皱眉 说了一句得罪了 然后抓住我后腰软肉 一把捏了下去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外面的高丽人兴奋起来 不停起哄 从头在营帐上的影子 都看得出 一个个撩起了袍子 正在行猥琐之事 帐外飞着各种乱七八糟的高丽语 我虽不懂 但绝不堪入耳 裴药则推起了 营帐正中的柱子 一下一下 颇有规律 我按照刚才的 路子恩恩阿呀的乱喊 裴药又耳语 让我叫得再惨一点 我的叫声 就渐渐变了音调 越发凄厉 没过一会儿 几个高丽人顶不住了 商量了几句 大约是出去找女人了 一个个先后消失 我便巧声说 他们都走了 裴药却摇头对我耳语 还有眼线 我无法 只得陪着他推柱子 一边推一边 咿咿呀呀 左一下 又一下 我们偶尔对视一眼 都觉尴尬 急忙收回目光 推了也不知多久 裴药终于停下了 我二人并排坐在帐中 各自挽着手指 挠着头发 只与满事 以你暧昧 好伴赏 裴药低声问我 三娘怎么来了 我聂如道 来寻郎君 裴药眼睛一瞪 胡闹 你又不会武功 到战场上来做什么 我惊讶抬头 说实在的 我想到了 她会反驳 但万没想到 她会用这个理由反驳 不应该说一个女子 如何如何吗 我说 三娘奉圣人密令 来为行军地图做助 说话间 我从袖中掏出几张画稿 这样的 她看了一下 然后 急急将之折叠好 又塞回了我袖中 低声怒道 如此凶险之事 圣人怎会派你前来 我拉了拉她的袖子 是我听说郎君出事 想来寻郎君 自去求的 她愣了一下 表情瞬间不自在起来 半赏才道 圣人 对娘子 有意 我悚然一惊 尽会胡沁 此话也是说得的 裴药叹了一声 真叫我猜中了 娘子与娘娘 少时极是相似 她有此心 也不奇怪 无怪你想躲出来 我静默了片刻 她却转换了话题 我截杀了前来 与高丽人密谋的 突厥王子阿什那赫言 现在扮作她 与高丽人周旋 伺机行事 这伙高丽人盯上 你们马队很久了 早有意 要结娘子色 我不得已 只得如此行事 娘子跟在我身边 需要继续演戏 亦是万分凶险 我苦涩地笑了笑 夫君找到了 我还福复何求 只要郎君 不要当真落海 遇难了便好 圣人嘱咐 我与郎君配合 便宜行事 如今 不就是机会吗 陪要一副好脾气的样子 好 无定会配合 娘子此来用的身份是什么 行商 我说 笔墨伤人 陪要叹了一声 兵荒马乱 笔墨伤人会来这穷乡屁壤 罢了 反正众人不信 你只管咬死了不说就是 还有其他话稿吗 我说 藏在马车下的夹层中 有十几张 翻车了 会暴露吗 我想了想 点了点头 陪要点头道 好 马车现在应该已经落到了高丽人手里 我安排人去偷回来 护送你来的 除了我给的暗卫 其他的什么来路 我说 那位 这些那位知道你此行的意图吗 我摇摇头 不知陪要松了一口气 说 那接下来 娘子扮猎女 我来扮恶霸 娘子在宁死不屈何欲拒 还应当中 拿捏一个合适的尺度 你我二人保持一种 抖而不破的状态便好 我抠着的上铺的羊蹄入子 小声嘟呐 恶霸长成狼君这般 又指望猎女 猎到哪里去 陪要先是一愣 面上悄然爬上了一丝红韵 倾可两声掩饰 尴尬 半嗓 又露出了满脸愁容 那我 粗暴些 我悄悄咽了咽口水 如何粗暴 她伸手抓住我衣领 两手一用力 刺了一声 就把圆领袍 变成了长领 陪要看着我衣袍里面的大片肌肤 猴头滚动了一下 目光躲闪 权宜之际 委屈娘子了 这人嘴上客气 行动 却迅捷无伦 突然就凑了过来 待她停住动作 我低头一看那一片斑驳红痕 面红如血 我问她 得了 她认真看了看我 思索了一下 摇了摇头 我想了想 将头发披弄乱 竭力做凄惨之状 问她 如何 她依旧摇了摇头 但却没有在说话 只捧住我的脸 猛地吻了下来 待我二人分开 我立刻便瘫软在了她怀中 一根手指都抬不起来 只能艰难喘息 嘴唇火辣辣的 可见肿成了什么样子 她放下了我 猛然起身跑到门口 将杖帘掀开一角 吹起了冷风 我犹豫了半天 终灭如道 郎君与我本是夫妻 这假戏 真做又有何不可 陪要身形一僵 忙捂住了杖子 皱着眉头虚了一声 搓拈着记杖帘的 皮绳的手紧了紧 好半嗓才说 还不是时候 洞房不肯来 现在也不是时候 那什么时候 才是时候 我紧了锦衣衫 抱着身子跑到一边 闭目养神 懒得和她说话 她见我不理她 却又挨着我坐下 沉默了半嗓 才拉了拉我的袖子 娘子的闺名 是叫小猪吗 我闻了一声 未睁眼 可有辱名 我一致 郎君作何问此 陪要被我不善的语气 惊了一下 不可说吗 我扭头过去不肯看她 我辱名叫至儿 来吧 尽情地笑我吧 我这名叫来叫去 都和猪脱不开干系 爹娘当初看我是个早产 怕不好养活 取得贱名 后来连大名都叫小猪 可以说是自小被笑大的 那你行走在外的假名呢 裴要居然没笑 还在继续问 我偷偷转过头看了她一眼 又飞速转了回去 慕容珠 我祖上本有几分鲜卑血统 扮作个落魄的慕容鲜卑 也不算太假 裴要笑了笑 娘子生得猪圆玉润 叫猪猪正好 以后我在外便如此换你吧 猪圆玉润 你说我猪圆玉润 我有那么胖 我气得疼一下子站了起来 正想找点什么东西丢在她脸上 帐外忽然喧哗了起来 是那伙高丽人回来了 十三 高丽人在外面叫裴要 她懒懒地起身 一边撩起帐脸 一边把本就系得很严实的扣子 再系了一遍 合适 高丽人三三两两醉熏熏搂着女记 出来饮酒 我觉得自己演猎女的时机到了 在踏肩摸到了她的佩刀 苍狼狼抽了出来 大喊着我杀了你 就冲她砍了过去 裴要如同背后长眼一般 头也不回地夺了我的刀 手腕一翻 弯刀落地 手臂一张 把我整个人夹在了腋下 低头看着我凄惨的面容上的满脸愤恨 笑着捏了捏我的面颊 好野的黎奴 我愤然挣扎 却徒劳无功 反倒将领口大片肌肤露了出来 只觉凉嗖嗖的 高丽人们看见我颈尖痕迹 大肆狂笑起来 一边银鞋地望着我 一边夸赞赫言 当真玉女有数 裴要面上虽然露出了满足的神情 嘴上却并不揭茶 纸漫条丝里将我衣襟拢上 一双眸子映照夜色 似一片静海沉渊 如玉面容明明挂着似笑非笑的表情 却无端让人几倍声寒 猪猪 再胡闹下去 也就未必留你了 我在那一瞬间当真被吓到了 整个人如遭雷击 当即停止了挣扎 只觉他一旦做了阿什那赫言 就当真如同变了一个人一般 再也不是我认识的那个文雅 支礼的裴要了 就这样 我满面金黄 一身凄惨 被他搂着去了几个高丽人帐中 大帐中燃着炉火 暖意荣荣 几个高丽人被酒气熏得桃桃然 面色通红 和拍儿歌 摇头晃脑好不快活 几个女技在场中唱跳着我 听不懂的歌儿 嗓音倒也甜美 只是舞姿笨拙了些 和长安九四里的菩萨蛮们 无法可比罢了 高丽人看陪药带着我入座 启哄让我也上去跳 我可不会 我自幼是个手脚不分伴儿的货色 起码是勉勉强强学会的 跳舞当真不行 陪药倒是老神在在 别闹 我朱朱是梁家子 哪里会那些 高丽人笑得张狂又暧昧 鹤言如何知晓 陪药露出了个你们懂得的表情 口行道 除高丽人拍案而起 杨怒道 你这狗才 真是好运 快 自罚三杯 陪药一副稀释凝人之状 白手示意他们坐下 拿起酒杯 又借被道 执此三杯 过后而等不许再闹 高丽人们不搭这茶 只管饮便是 少来锅躁 陪药笑得无奈 咕咚咚痛饮了这三杯 我看着陪药这副风月老手的样子 嘴里酸且苦 心想他大约只是酒居塞外 对中原内宅规矩不熟罢了 哪里真是什么矛头小子 只我自己胡猜 我正低头玩着自己发烧 面前突然多了一块纸肉 高丽人以炭炉制烤鹿肉 左以香叶 蘸上调味料而食 其焦香酥脆格外诱人 我推了陪药一把 示意他不要喂我 他却坚持举着手 用刀尖插着肉示意我吃 我无奈张口去咬 结果他倒猛然抽回了刀 自己转脸而来 我本欲吃肉的嘴 猛然便落入了他口中 我惊呆了 正要去推他 他已经松开了我 在我惊讶张开的口中 塞了一块肉 看我满脸呆滞 他哈哈大笑 一把搂住了我的肩膀 凑近了 海妖般的面容 也因酒气染上了三分红韵 姜爷伺候好了 少不了你的好酒 好肉 高丽人看他会玩 笑得越发如癫如狂 鼓掌叫了好 又一个个下场跳起舞来 捂着捂着各与女技们 搂抱在了一处 动作越发不堪入目 女技们在踏肩周旋 见满座只有裴耀生的 最是俊美 却只顾抱着我喝酒 都过来和他搭话 不过一个个说的 都是高丽语 显然不似那几个贵族 是懂汉语的 裴耀大约是不懂高丽语 没有搭茶 也没有丝毫动容 大多数女子都觉无趣 又到其他高丽人 怀中去取乐 只有一女子 应当是他们中 最美貌的一个 脸上有巨傲之色 一身黑色纱袍 与其他女技打扮大不相同 人被地位最高的高丽人 搂在怀中 一双眸子 却直勾勾地盯着裴耀 一只赤脚 也从矮挤下面伸了过来 要来勾裴耀的脚 我一股无名火值冲天灵盖 一杯酒直泼了过去 将它伸到一半的脚 泼了个透湿 女技呀一声惨叫 猛地缩回了脚 周围的人也惊了一跳 然后垂桌狂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 看这小娘子 方才还一副贞洁烈女的模样 此刻竟护士起来了 我这才想起来 自己要扮演的角色 羞愤欲死 拂袖便要走 可我身子还没站直 已经猛然被裴耀拉 回了怀中 按住后脑狠狠稳了起来 我手脚并用听命挣扎 却是无果 终于被她放开的时候 自觉无脸见人 一头缩进了裴耀怀中 裴耀搂着我哈哈大笑 畅快至极 身后却传来一个 高丽人冷冷的声音 你这女子 好大胆子 日后公主进门 你也敢如此粘酸吃醋吗 十四 裴耀一愣 而后笑了 话不可乱说 公主可是要嫁给可汗的 我不过来迎亲罢了 高丽人哈哈大笑 复死子继 可汗 今年也五十有六了吧 裴耀却猛然拔出了妖刀 我突厥可汗 也是尔等可以背后诅咒的 几个看似最熏熏的高丽人 全都都清醒了过来 也个自拔了刀 和裴耀对质 当先的高丽人头上 淋雨最长最鲜亮 表情也最是淡定 满不在乎地笑着 拨开了裴耀的配刀 笑眯眯走了过去 凑近了 笑道 赫言 你当真甘心吗 裴耀眯起眼眸 二人对视一眼 心照不宣收了刀 周围的人也都缓缓收了刀 随后裴耀和此人勾肩搭背而去 两个突厥人打扮的亲卫接了我 将我送回了裴耀的营帐 我回营帐之后 趁周围人不注意 又偷偷溜了出去 跑到营地边缘 看见了远处的城郭 那城不大 城墙却是极高 城外乌鸦鸦都是流民的破帐篷 我正在暗记此处情景 背后忽然传来怒鹤声 守卫的君族看见了我 冲上来驱赶 我拔腿就跑 他们在后面不紧不慢地追 颇有些猫捉老鼠的戏耍之意 我七拐八弯 几乎绕营地一周 跑得气喘吁吁之时 终于撞上了一个硬邦邦的胸膛 一抬头 只见裴药面沉似水 一把揪起我的头发 冷嗖嗖到 想跑到何处去 我的猪猪 我做羞愤欲死之状 对他拳打脚踢 却被他猛然扛上肩膀 大不留心便走 他一将我扔进营帐 我就又轻车熟路惨叫起来 结果我叫得正起劲 裴药的表情却扭曲了起来 半天终于憋不住笑了 趴在我耳旁问 猪猪是不是叫得早了些 妥卑的时间都不够的 我戛然而止 面似火烧 而后就被他狠狠搁吱了一顿 连哭待笑了起来 过了好一会儿 他放开了我 自己又开始推柱子 一边推一边问我 周边可摸熟了 我点了点头 嘴里一边 哀呀呀呀地叫 手从怀中摸出一小片纸 用随身带着的探棒几笔 勾勒出了营地的轮廓 标明了方向 又将所见的粮仓 港哨 军力布置都圈了出来 裴要面有惊喜 偷偷冲我竖起了大拇指 然后故意粗喘着用力喊了一声 我的猪猪 真棒 我气得给了他一拳 而后也去搁吱他 两人又滚坐了一团 最终都是面红如血 最后穿着厚衣上 搂在一处睡了 临睡前 裴要告诉我 白日里他与那个领头的高丽男子 高丽全臣冤盖苏文的 侄子冤南敦密谋起誓 冤南敦有意篡权夺位 裴要也表示自己对克汗有不臣之心 打算联合起兵 阿什纳赫言先派兵帮冤南敦拿下平壤 冤南敦再出兵帮他干掉克汗 而二人密谋的下一环 就是借近平壤为克汗 迎娶高丽公主之机举事 夜间似有人掀开 帐帘溜了进来 可我睁开眼 分明不见人 裴要却激紧 喊了一声三饼 对方急忙应了一声 我终于隐约看见了一双月牙 不得不说 三饼的牙真白 裴要让他赴耳过来 嘱咐了几声 把我画的简易地图递给了他 便又放他去了 次日凌晨 画稿便被三饼偷了回来 我大松了一口气 将之缝在衣裳之内 接下来的几天 我们俩每日都上演着 相爱相杀的戏码 满营地的高丽人 都把看我们俩你追我逃的戏码 当成了娱乐项目 嘖嘖称奇 津津有味 只有渊南敦的一个仆从与众不同 此人似乎对我演的戏信以为真 还赠我金珠 劝我在阿什纳赫颜 进平壤的时候跑路 十五 一日我正在陪药帐内偷偷写写画画 帐帐忽然掀起一道口子 丢进了一布袋 我将布袋拾起来一看 里面居然装着几粒金珠 我收好笔墨 掀开帐帐 只见一男子高大的背影 穿着简陋 但气度不俗 我非常好奇此人目的 将他叫住 他一回头 我认出他是渊南敦的一个仆从 便问他是谁 为何要赠我金珠 他见左右无人 折返了回来 说他是渊南敦的树地 见我可怜 想帮我一把 我倒是惊了一下 在中原 树子虽不比嫡子尊贵 但哪里有人要给嫡子做仆从的 见我诧异 他苦笑了一下 说高丽法不是母凭子贵 而是子从母贱 他父亲虽是全臣 可母亲只是一个女奴 故而自己也要做仆从 树子不能与贵女通婚 一生卑贱如泥 我便试探说 我听说突厥人并非如此 只讲强者为尊 我大唐虽然也分敌数 但树子树女亦是贵人 不至于为奴为婢 他静默了一下 半嗓没有说话 好半天才说 既如此 你愿意留在阿什那王子身边 也好 只是我有一不情之请 不知姑娘能否答应 我好奇不已 问他究竟是何不情之请 他说 金珠我都赠给你 只求你日后见了高禅公主 可以多帮他一点 他如今不过十六 却要远赴墨北 嫁给五十几岁的可汗 心中定然苦闷 有你在身边 也算多一个半 这人似乎对他敌凶和裴要的密谋 一无所知 目光悠远 眼里都是哀伤之意 我刚要开口 身后却传来了一声爆喝 哪里来的贱奴 也敢寄予我的宝珠 回头一看 裴要满脸怒容 一把就上前将此人的衣领提了起来 我见状 心思一转 突然站起来 拍手大笑 杀了他 杀了他 裴要一愣 那高丽奴也一愣 前者抬起了眉 不知我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后者面色越发白 一双眸子里都是受伤的神情 狗突觉 你快杀了这高丽人 他是渊南敦的弟弟 你杀了他 就不用去赢什么高丽公主了 我拍着手笑道 裴要闻眼 手一松 让那高丽奴得了自由 他却也不跑 只跪地请罚 我见状一撇嘴 转身就要进掌 衣领却猛地被裴要扯住 一个没障吻 又跌入了他怀中 他用下巴指了 纸地上跪着的高丽奴 你怎知他是渊南敦的弟弟 我一副不怕死的样子 他说的呀 裴要咬牙切齿 不要仗着爷宠你 就勾三搭四 我把脖子一伸 有种便杀了我 裴要狠狠一跺脚 一副被我气得三十神暴跳的模样 转头看了一眼地上的高丽奴 怒骂了一声 滚 高丽奴难以置信地抬起了头 半晌没有动 我连忙冲他几眉弄眼 口形示意他快走 他似乎明白了什么 没有多话 起身一礼 转身离去 入得帐内 我将一切与裴要讲明 告诉他 此人似乎对那即将与突厥和亲的高丽公主 十分上心 恐怕是公主的小情郎 只是碍于卑贱的庶子身份 与之有缘无分 裴要闻言 看了看高丽奴赠我的金珠 陷入了沉思之中 次日就是他去迎亲的日子 我无法随他进城 他计划让我在大军进宫停壤之前 赶去与大军会合 我虽然不愿意离开他 但也并无其他办法 只得按照这个计划 与他继续探讨 商定好一切 便搂在一处 多少有些依依惜别之意 万万没想到 我的身份 居然在这个结果眼上暴露了 高丽人 是夜夜都要厌隐的 此时进入十一月 北风呼啸 偶有飘雪 北地人确实习惯喝酒欲寒 陪要的酒量 也是这样练出来的 酒过三旬 众人正淘淘然得意忘形 手舞足蹈之时 那个被我用酒水泼过脚的女妓 颤颤巍巍 就把一杯酒泼了我一身 我抬头看她 只见她满脸做做的惊讶之色 还假惺惺过来 帮我用帕子擦拭 可一低头 我心一凉 刚想捂住胸前 阴晕出的墨色 已经被女妓拉开了臂膀 渊男敦的双目 渐渐眯了起来 说 把此女的外衣出来我看 我件事情已经暴露 便伸手撕扯了怀中的图纸 都塞在口中狼吞虎咽 我这一动 在场所有人都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众人七手八脚过来 拉我 我却只顾着吞咽 被酒水浸染的辛辣纸张 等几个高丽人将我置住 纸张多数以下肚 裴耀此刻方才起身 缓缓向我走来 渊男敦的目光 亦是转向了他 眼眸中亦是充满了怀疑 裴耀捏住我的下巴 问我 你是哪里的探子 我笑了 与你何干 他一耳光山 在了我脸上 将我打得一个猎切 冷冷骂道 养不熟的狼仔子 我骤然被打 虽然明知他是演戏 心中亦是忍不住 生起了一番浓浓愤恨 转过头来 阴侧侧望着他 养得熟的是狗 我好端端一个人 凭什么给你做狗 我呸 渊男敦虽然对裴耀戒心未消 却没有立刻撕破脸 只说 赫言 让开 我们搜一搜他身上 还有没有其他线索 裴耀却一把 揪住我的领子 猛地把我从两个人 手中拽了过来 巨傲地抬着下巴 冷冷道 我阿识那赫言的女人 便是搜身 也要亲自来搜 不等别人反应 伸手挥开了桌案上的 饮食 酒水 猛然把我按了上去 伸手一撕 便把我腰带扯了下来 下一瞬间 就裂开了我的衣襟 我压得一声惨叫 死命挣扎 用伸腿去蹬她 一边蹬一边喊 狗突厥 快点滚 我才不是你的女人 我的夫君 是盖世的英雄 你算什么 你也配 陪要三两下 就按住了我的手脚 让我的踢踹 变成了不住扑腾 面目阴沉地 压住我的手脚 冷冷道 夫君 朱柱还有什么夫君 就是她派你来 在别的男人身下承欢 以此探听情报的吗 这种人中禽兽 你还当她是夫君 见人 我不知想到了什么 心中一酸 眼泪夺眶而出 竭力嘶喊了起来 她没有 是我自己愿意替她分忧的 你是个什么东西 你给她提携都不配 我生是她的人 死是她的鬼 不管你如何欺辱我 我心里都只有她一个人 好 吴今天就请所有人看一看 到底谁才是你男人 陪要抓住我两腿 向下一拖 双手来扯我的中库 我压得一声惨叫 去捂下身 我在那一瞬间 真的感觉被恐惧 绝住了心脏 陪要真的只是陪要吗 她到底要做什么 到底要做到什么程度 这还是演戏吗 如果她真的 如果她真的 我往后要如何自处 我恐惧的环视四周 看到的是一张张贪婪的 久尽上头的色欲熏天的脸 一双双手向我伸来 守得主人嘴里喊着来 哥哥们帮你搜 我杀猪一样 惨叫着去踢打那些 猥琐的高丽人 听见他们哈哈大笑 紧接着就见一支焰火 直窜天棚 在棚顶烧出了一个大洞之后 溶进了夜空 这一瞬间 在我眼里过得特别特别慢 慢到我能看清 每一个人脸上 逐渐变化的表情 看得清裴要抽出的腰刀如雪的寒芒 看得见那些人缓缓倒下的身影 渊男蹲倒在地上 死不瞑目 女妓们荒成一团 惊声尖叫 我这才反应过来 爬了起来 整理好自己 躲进了角落 而裴要手持弯刀 正与渊男蹲的侍卫对质 那人骁勇至极 便是以裴要之勇 亦没有轻松制服 裴要突然喊道 而主帅已亡 若是回去 必难逃一死 何苦死战 这个侍卫 就是渊男蹲 那个树地 我看他性格如此窝囊 竟未看出他有如此好舞异 他眼中有泪 我母亲与公主都在城中 我不可退 陪要一刀把他逼到墙角 盯着他的眼睛 你不是我对手 但我爱惜你勇武 不想杀你 只要你肯归降我大唐 我会立保你母亲 公主的性命 亦不会在城内纵兵截掠 你也可摆脱剑辑 若你立下功勋 有了一官半职 母亲亦可获封告命 娶公主 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人的目光瞬间慌乱 我 我不信 我是个高丽人 生来就是卑贱的家奴 裴要笑了 在我大唐 突厥人可上公主 白衣可以封官败相 新罗 窝国之人 亦可在朝为官 你是高丽人 又有何不同 他表情挣扎 你 你杀了我兄长 裴要淡淡问他 他可曾当你做他的兄弟 高丽人的眼泪夺眶而出 双目一闭 缓缓放弃了挣扎 苍狼狼 破刀落地 裴要却扬了扬下巴 捡起刀来 一会儿 他要架在我身上 那人惊讶地瞪圆了双眼 这是何意 裴要唇边勾起了一抹淡笑 军中潜入了敌方的探子 对方杀了你敌兄渊南敦 叛乱被你平定 你要自请入平壤城献上俘虏 高丽人的神色越发复杂 你信我 裴要斩钉截铁 信 他本是一高丽奴 低眉顺眼 从不险于人前 却因为这一句话 眼里骤然有了光 此时帐内又冲进两人 做突厥人打扮 是裴要的侍卫 裴要拉住我的手 辅了辅我的病法 说计划有变 朱朱 你先走 我回头自去和你会合 我重重点了点头 热泪滚滚而下 你一定要来 下一瞬间 裴要叹息一声 刀光如油笼 风驰电掣般结果了 全部瑟瑟发抖的女计 外面人影晃动 高丽人忙将刀架到了裴要井上 两人率先出去迎人 我和几个侍卫 则从另一边潜逃 跑出不远 追兵就赶了上来 一侍卫拉着我在前级奔 另一侍卫垫后 我们急急向前奔去 却见迎面也来了一队 全副武装的高丽兵 进退两难之时 不远处忽然传来一声呼哨 中军大营最高的那顶帐篷上 站着一个人 看身形 正裴要 再细看 发现他手中提着一个人头 头的主人 正是渊南敦 另一个身形高大之人 很快爬上了帐篷顶 与裴要装模作样 大战了三百回合 终于将裴要制服 大刀架在了裴要井上 趁围攻我们的追兵 注意力被那边吸引 我身边的两个侍卫 带着我猛然前冲 杀出了一条血路 中途抢了几匹战马 荒不择路 飞快逃走 逃亡途中 我回头一看 只见营帐处火光冲天 按照之前的计划 逃至营地之外 应当有人接应我们 我们也发了信号 可到了约定地点 一看 没人 追兵却来了 我们无奈之下继续前行 逃到海边 抢了一艘渔船 飞速驶离 对方冲我们放了几件 正欲下海来追 却见营帐方向 燃起了熊熊黑烟 追兵没有再坚持追我们 而是调转马头 快速回原 我们的小船 一直不敢靠岸 只得沿岸一路南下 试图与海军大部队会合 但一直无果 十几天来我们几人 全靠下海捞鱼 勉强维持生活 又用我的贝壳 煮水之法 获取淡水 虽然逃了出来 可那一晚上的淋漓鲜血 那一晚上的冲天火光 那一晚上 陪要压着我撕扯的 真实的恐惧 那一晚上 冲我伸过来的 无数双肮脏的手 都变成了梦魇 纠缠不休 让本就在海上飘零难过的 我夜夜难眠 迷迷糊糊 终于睡过去的我 居然又做了一个梦 梦中我见到一座尖城 城外喊沙震天 城内严阵以待 却有一人将我大唐军旗 插在了城楼之上 我又看到了裴耀 他一刀斩了一人头颅 喊沙震天中 我冲向了裴耀 却在江江触摸到 他衣角的瞬间 被船只靠岸的震动惊醒 半梦半醒间 我似乎看到了他 转向我的脸 那脸上的神情何其陌生 满是冰冷的沙意 我伸出去的手 放开了去 醒来时 我看见晨光细微 压青的海面上 洒着碎金一般的阳光 惊涛拍岸 几只海鸟呼啸而过 正是划破天空 两个侍卫说 我们差不多摆脱了追兵 上岸吧 终于上了岸 我们先是找到了一海边荒村 村中无人 只有几具饿瓢 饿瓢大多衣不蔽体 身上仅于几块破步 可见连年征战之下 此处百姓也颇为难过 待靠近了庆州城 我们才发现 这已是新罗地界 庆州城级是低矮简陋 与高丽的城池尚且不可同日而语 更不要提我大唐长安 城门洞只有一人多高 以赔要的武功 不用攻城梯 自己便可飞檐走壁进去直接开了城门 难怪这新罗一有难处 就像我朝求援 在高丽人刀兵之下 他们时无反抗之力 新罗靠南 气候比高丽暖 已进入十一月 不少人身上还穿着单衣 更有可能是民众贫苦 难言温饱 饭食尚不可的 东衣更无从谈起 可看到沿途妇人的打扮 我还是狠狠震惊了一下 他们所穿上如极短 只盖住锁骨 下裙计在高腰 结果中间最该盖住的部分 就那么大的方方地 全露了出来 两个侍卫表情也颇为一言难尽 但我怎么看 都不像是起色心的样子 不过我又颇为失礼地 多看了那妇人几眼之后 就叹了一口气 只能说 生活太苦了吧 守城的士兵 不懂汉语 远远看见我们 就颤抖着双腿呼朋引伴 戒备非常 不断退后 以降低仰头的角度 是的 这两个侍卫 都是裴要自北境带来的 非常高大 在高力尚不算特别扎眼 此时站在城门洞中 头几乎要顶到门洞上缘 简直像两个聚灵神 我在女子中也算高挑 与过往瘦小的新罗人 形成了鲜明对比 等城门兵回去报信 终于带来了 董汉语的高级长官 我言自己是大唐行商 遭遇海难至此 两个护卫 都是我雇佣的标诗 对方将信将疑 但见我们只有三人 又看了我们亮出的文碟 将我们放了进去 我认真行了礼 向他打听高力战场上的情况 他只言唐军攻陷了平壤 又拿下了雄金 但严吉此时 眉眼间有忧色 我便没有问裴耀的情况 只做欢喜之状 说回家指日可待 便带着二人进了城 此处房屋低矮 院墙极尖 黄口小儿都可翻入 结果一看 居然是官府的雅鼠 周边民居更是夸张 门无一人高 许多草屋指起我这两个侍卫的肩膀 说是房子实在抬聚 与我朝守木的孝子搭得窝棚相比 都显寒沉 客殿 破庙 若是在中原 我们自会找这些地方留宿 但在这城中溜了一圈 也没找到类似的场所 最终 我拿出了一颗金珠 想要换取在一家不那么低矮的民房借宿 民房的主人是个眼神空洞的中年妇人 见了金珠 面露贤雾之色 阿希 锦号RT锦号美元百分号币 锦号人民币Q百分号锦号美元 语言不通 让人头疼 来来回回比比华华好久 对方也没弄明白我们是什么意思 还上来推扫我们 此时 有一人用新锣语高声喝止了妇人 我回头一看 是一个穿着奇装异服的武人 见了我们 把头一昂 那边的几个汉人 过来 女王召见你们 快随我进王宫 女王 来之前我确实听说 新锣的王是个女子 叫我们进宫那个比这里的常人高大许多的男子 是一名花郎 听名字虽然像小官一类 在此处却是女王最精锐的部队成员 新锣以古品质划定尊卑 只有圣谷可以继承王位 圣谷无难 作为谨慎的圣谷女 新锣女王便在此情境下登基了 这新锣苦己之地 众人为了争个草头王的权位 竟搞出这许多花样 当真让人叹服 可是女子可以称王 可以为官 甚至可以统帅三军 竟让我觉得有些羡慕 我无用之身 自远道而来 寸功未利 还因我之故让裴耀的卧底之行更添风险 也不知她此去 究竟能不能平安归来 乖乖做个大家归秀 究竟是对是错呢 女王的王宫比官府的雅鼠 稍微高大一些 但依旧透着莫名寒酸 女王与我身高仿佛 头戴金罐 衣饰与汉人类似 该包裹的位置都裹得很严实 面貌清秀 体貌丰满 与外面的鸡民 光从外貌来看 便有着云泥之别 我按中原的礼节跟她见礼 她冲我轻轻点了点头 用熟练的汉文说 抬起头来 我们三人皆抬起了头 听说你是大唐来的笔墨商人 可认的字 我点头应是 她打开一本书 指着上面的一句诗 问我 这一行字 你读来我听 我凑近观桥 发现她手持一本诗经 手指的那行字 是周圆五五五五 锦图如頤 我自念了 她又问我 这句诗是何意 我说这句诗是指周圆土地肥沃 种得苦菜田如頤糖 她又问我 大唐的土地都这般肥沃吗 我摇头 我大唐土地亦有肥田薄田之分 收成仰赖年景 她轻轻一探 可我三寒的土地 从未有如此肥沃之田 我观她表情复杂 只能打圆场说诗经有所夸张 她却没在这些事情上面纠结 饶有兴致翻来许多书册 将上面的疑惑指给我看 没有所得 或恍然大悟 或怡然忘形 竟单纯似一个少女 颇有些娇憨之意 两人探讨诗文 直到夜深 女王身形健硕 精神饱满 丝毫不困 我却跋涉两酒才到庆州 强忍着喝歉 女王看我摇摇欲坠 竟要留我在宫中过夜 我欲推辞 她把脸一拉 我当即点了头 我从此日起 便在新罗女王宫中住了下来 王宫中消息灵通 我不久便得知 高丽战场上有一位陪将军 永贯三军 还收服了一员高丽大将渊南风 后者在平壤城上 插上了我大唐军旗 才让困守孤城的冤南舰放弃抵抗 剖腹自杀 享国七百年的高沟离彻底亡国 进入了我大唐版图 大唐海军还在白江口大破窝寇 没有给对方借百计 新罗之地 寄予辽东的机会 我得知这些消息后 归心四箭 只盼着赶快回去与培药相聚 请辞之时 女王却充满深意地一笑 伸手抬起了我的下巴 朱 其实你是贵族吧 在看遍了我的王婷 得到所有秘密之后 居然想就这么轻易地离去吗 我的后背 骤然窗上一股寒意 朱虽是贵族出身 却早已家道中落 孤苦无依 只得贩卖笔墨为生 又逢海难 流落至此 承蒙女王不弃 得以侍奉左右 然我家中尚有老母在世 十不仁久居海外 母亲嘛 女王笑了 我却觉得 朱 此刻正在想男人呢 怎么 她俊美吗 她很厉害 让你满足吗 我愣在当场 一时说不出话来 女王却哈哈大笑 只稍显清秀的面容 因为顾盼生姿 而神韵惊人 倒有了些惊心动魄的意味 朱脸红的样子 很可爱呢 我尴尬地笑着 女王谬赞 我的王婷 正在招揽人才 像朱这样熟读汉文经书的人 正是我所需要的 留下吧 为什么要做一个男人的奴隶呢 如果留下 你可以随意挑选花廊做男伴 挑几个 都可以 女王显然并不想听到拒绝的话 此话一出 拍了拍我肩膀 镜子离去 接下来的日子 我在此处 形同软禁 女王还召见了多个花廊 给我挑选 一直也没放弃 往我床上送男人 结果那一晚 我睡着睡着 竟然发现自己床上 真的多了一个男人 我惊得跳了起来 阿一声大喊退到了床脚 这才发现 这不是我在王庭的扑塔 那张扑塔将将有一人宽 且低矮 我常常睡着睡着 身上凉 起身一看 自己果不其然正在地上滚 而我现在所处的四十亿扑炕 炕上睡着个人 鬼压床一般 我这么大动静喊过 都没醒 我定睛一看 便看到了此人拔地而起的高鼻梁 再看两扇又浓又长的睫毛 不是裴要是谁 我摇他 他不行 我喊他 他还是没反应 我急得团团转 最终在这房间找到了笔墨 站着浓墨回来 左脸上给他写上了一行字 新罗女王刺面手 右脸上给他写 上周朱叛郎君 额头上来了个横梯 做困稠成 写完了 我觉得这内容似乎过于直白大胆 正琢磨着要不要擦一擦改一改 耳畔忽然传来一声猪 你还好吗 我猛然睁开眼 只见新罗女王的容颜 静在咫尺 热热地呼吸喷在我的脸上 猪似乎有一些低烧呢 他居然凑上来 吻了吻我的额头 看 额头比我的嘴唇还要热 你快回到铺他上去 我去找女医给你看病 我被他一吻 头昏脑胀 连忙说道 吴氏 猪多饮一些热汤 便好了 女王揉了揉我的头 真是 像小孩子一样不让人放心呢 看我整张脸疼 一下子红了起来 他更觉有趣 捏了捏我的脸颊 吩咐侍女为我去煮热汤 然后才离去 接下来的几日 女王每天都会和我说一些奇奇怪怪的话 什么生儿育女庸禄一生 很有意思吗 什么你们唐人最无趣了 男人哪里比女子高贵呢 他的王夫也不受宠 他一提到他 就满脸冷淡和贤恶 不能让我生下继承人的废物 还有何存在的必要呢 和中原那些贤妻子 无出而内窃 修妻的男人的口吻 当真一模一样 如果女人拥有了男人的权利和地位 她就会变成男人 如果男人沦落到了女人的处境 她就会变成女人 我越想 越觉得十分有趣 我依然想念裴药 也怀念我大唐丰饶 但女子当家做主的日子 真的让我有些向往 那一晚我又被人摇醒 我以为女王又来了 吓得下意识捂住了胸口 结果一睁眼 没看到人 但我的眼睛渐渐适应了黑暗 才发现了近在咫尺的一双白眼珠 虚是三柄 她为了避免出声 根本不说话 只转身背朝我 疯狂示意我爬上去 我顺势往她背上一趴 她便飞速开拔 赤裸的双脚落地无声 猫一样灵巧 暗夜寂寥无声 王宫的侍卫在打盹 女王的寝殿内 亦是一片黑暗 寒风烈烈 我望着这低矮宫墙 居然无端 生出一点不舍的情绪 两名侍卫之前一直居住在宫内偏殿 此时也早已等候在外 三柄伸手一招 二人便在我们身后断后 翻墙而出的瞬间 我和三柄几乎贴到了宫外一守卫的身上 守卫在睡梦中皱了皱眉 还揉了揉自己的鼻子 我和三柄屏息凝神 静止不动 眼看着两个断后的侍卫一步踏空 就会砸到这人身上 我死命白手 终于让他们暂停了动作 一番左摇右摆 终于勉力维持住了平衡 站在了墙头 结果不远处忽然传来了一声爆喝 数字而赶 到底还是被发现了 我回过头 看见女王带着卫队从巷子另一边气势汹汹而来 不远处有我们的人接应 三柄并不慌乱 对两个侍卫点了点头 一马当先便走 两人先后纵下城墙 飞身便追 女王在身后喊我 朱 你对这里 真的没有留恋吗 我在昆仑奴背上回过头 看见了她脸上的不甘 垂下了眼 用心裸语说 对不起 我在此地盘缓 一月有余 女王一直迁就我 同我说汉语 大约也是想精进自己的汉文 然所有婢女侍卫 皆不懂汉文 故而一些日常用语 我都已学了个大概 许多年后 我依然记得那晚的月光 记得新裸女王 佼佼如月的脸 她还想再追 但身边一个男子 劝住了她 那是她的舅舅 这个国家的无冕之王 后来听说她死于乱战 因为无子 王位传到了她舅舅手中 不过那都是后话了 总算逃出了城 我松了一口大气 问三炳 将军现在正在何处 黑暗中我看不清三炳的脸色 却总觉得自己从中 毒出了一些沉痛的味道 将军仍在雄金 不是要押送高丽 白挤国王回国吗 将军难道在等我 将军身中剧毒 已经昏迷了多日 军医束手无策 只能用药压着调命 我们回去的时候 她还再不在 也未可知 我的一颗心猛地沉了下去 什么 难道不是她派你来救我的吗 三炳叹了一声 是将军身边的徐副官 看见了她脸上的刘叔 派我来接妇人的 我们赶到雄金城的时候 听闻裴耀 已经遇到了良医 目前转危为安 没多久就能下床了 本十分激动 结果到了她卧房门口 居然被人拦住了 拦我们的是一名女医 一身白袍 表情巨傲 将军刚刚好转 需要静养 闲杂人等不得入内 唉呦 口气不小 裴耀的副将急忙 出来解释 真一正 这位娘子是将军家眷 不是闲杂人等 那女医 一双眼上下扫尸了我一遍 冷冷对徐副将道 如果他们惊扰了将军 致使将军病情恶化 都是徐副将负责吗 徐副将额头上的汗 一下子就下来了 那那着想来劝我回去 张了几下嘴 却没说出个所以然来 我笑了 若是这女医心怀鬼胎 想要闭门对将军不利 一切后果 也是徐副将负责吗 徐副将险些给我跪下 一张长脸就成了苦瓜 艰难地挤出了一个比哭 还难看的笑容 朱娘子 那女医 被我反枪 满脸的难以置信 扬手欲向我打过来 三柄一步上前 挡住了我 有黑的脸上 没有表情 并不高大的身躯 充满了力量 女医善善收回了手 哼了一声 门内终于传来了 陪要虚弱的声音 朱朱快来 徐副将见状不敢耽搁 连忙打开房门 将我放了进去 结果那女医 紧随其后 就走了进来 陪要见了我 露出了一个 释然的笑 向我伸出了手 我冲上去 将她的手一把握住 她却伸出 一直点了点我额头 你啊你 我拨开她的手 伸手去摸她额头 可好些了 陪要闭眼轻轻点头 好多了 扶我起来 我刚要去扶她 耳边忽然传来一声爆合 助手 我一愣 回头去看 却见那女医插着腰 气得呼吱呼吱喘着气 怎么 将军一见这个妖女 就连自己的身体都不顾了吗 如果是这样 真言还是早些离去吧 将军如果非要这样荒唐 当个病情 是把我这些天来的努力 看作了什么 我在那一瞬间 有些茫然 如果我不是陪要三叔六礼 明媒正娶的妻子 还真的要被她弄糊涂了 这当家大娘子 训斥夫君宠幸小妾 女色雾身的语气 不得不说 已被她拿捏得十分传神了 裴耀也被她这一股 无名火喷得一愣 淡然说了一句 无事 示意我继续扶她起来 那女医的眼圈 一下子就红了 气得胳膊一甩 嘴瘪着要哭似的 看我将裴耀扶了起来 却又猛然冲过来 一把夺过床边的软枕 送到了我面前 你快把她给将军惦起来 哎哟 真是谢谢了 还真多亏她手脚快 她要是手慢上一点 我就自己把她拿过来 给裴耀垫上了 真一正 裴某现在无碍 如果 如果我以后 进了将军家的门 地位会在她之下吗 女医搅着手帕 哀怨地看着我 救命之恩 难道比不过一个 以色式人的小妾吗 我一脸震惊地转头 去看裴耀 却见她表情莫测 深深看了此女一眼 无悲 无喜道 真一正 你对裴某 有救命之恩 裴某必有后报 然裴某似乎 未对你言及婚姻之约 你这揣测 却从何来 女医满脸震惊 受伤 无措的表情 满眼的泪夺 矿而出 将军 昔日在山洞中 被我所救 我已经和将军 有了姬腹之亲 你身上至今 还有我留下的手帕 难道将军 不愿意 对我负责吗 山洞 姬腹之亲 裴某默了默 从怀中掏出了一块手帕 真一正所说 可是此物 我一看那手帕 愣住了 这不是我在浴榻上 醒来以后 发现身上 遗失了的手帕吗 在梦中 我确实用它 给昏迷在山洞中的 裴某伏过额头 它没有落在浴榻上 到当真跑到了 万里之外的 裴某手中 我正正愣难言 那边女医 已经跳了起来 就是她 这块 就是我的手帕 你的 我是对这女医的 忍耐实在 到了极限 这上面图案 你可认得 所用刺绣针法为何 踢丝几鼓 女医被我问得语色 嘴扁了扁 右嘴硬道 这上面绣的 就是我白己国的 传统图案 至于什么针法 我哪里知道 娘子去吃鸡蛋的时候 还要去管下蛋的母鸡 是怎么将她生下的吗 我看着丝帕上的 宝箱花图案 实不知我大唐的文样 何时成了 她白己国的传统图案 脑筋直跳 正想回嘴 裴要却忽然 拉住了我的手 无妨 反正如今 也没有白己国了 只有我大唐的 雄金都护府罢了 女医如遭雷击 愣在了当场 眼泪噼里啪啦 直往下砸来 半晌 猛然抬起头 问裴要 真言 是亡国之女 便连进裴将军的家门 也不配吗 那手帕明明就是我 我正要说出真相 裴要却又捏了 捏我的手阻止我发言 自己却说 裴某未有此言 我难以置信地看着裴要 不知她究竟何意 只反问那个自称 真言的女子 你说你救了裴要 还和她有了肌肤之亲 却不知你是怎么施救的 就她的地点又在何处 真言哼了一声 人皆之将军 当初是被仙子 医女所救 众所周知 我在国中 素有仙子医女之名 将军不是被我所救 又是何人 难不成是你 那昆仑奴 与你一个鼻孔出气 并已将他发现 将军时的情形悉数告知 你要冒充仙子医女吗 却不知你有什么 可以称道的医术 我气得头上冒烟 几乎要将真相说出 裴要却又拉了我一把 反对那真言道 好 此事裴某定给真一正 一个交代 不过朱朱是裴某心爱之人 裴某不会让她寒心 不如真一正先去休息 让裴某独自开导她一番 真言破体微笑 最终扭扭捏捏地走了出去 林了还翻了我一眼 裴要给了徐副将一个眼色 后者冲她微微点头作为回应 带着三柄 悄悄下去了 他们一走 我便一把甩开了裴要的手 指着她手里的帕子 此乃我贴身之物 也裴要笑着点头 我知裴要咳嗽了两声 笑着捋了捋我夹鞭的病发 我曾在娘子身上见过此物 娘子最喜宝香花 爱红色 善话 洗食东市胡人脉的油酥胡饼 我都知 我愣住了 你如何得知 她却不答话 反问我 那天在山洞中 就我的 真是娘子 我却犹豫了 我也不敢肯定 那究竟是真实话 不过我确实在梦中 到过一处海边山洞 用贝壳蒸水 未补于你 还用石头 弃了强防风 又为你脱了身上湿衣 我似乎有梦中 魂魄离体之能 还能 还能传递事物 裴要点了点头 应当便是如此了 当初我遭遇海难 幸得三炳在身边 不离不弃 带我涉海 与我流落平安北道 到了岸边 我发起高烧 三炳为寻找淡水 不得已离开了我身边 留我一人高烧不退 独居山洞之中 昏迷中 似有一女子 为我淡水 帮我除去了湿衣 带三炳 寻了淡水赶到 我稍已退 全身衣物 都在火堆旁烘晒 只有一大肠裹身 山洞火堆中 有几对烧烈的贝壳 似乎就是我记忆中 为我淡水的水器 我皱起了眉 那个真言如何得知此事 他口中说的 仙子衣女又是何人 陪药无奈 叹气 拿下平染后 当地多有小谷叛乱 我君不胜其扰 主帅便决定将我这一段经历 添油加醋放出去 以凸显我君神威天兽 初时还只说 我得仙子相救 似乎与仙子 有了肌肤之亲 后来以鹅传鹅 变成了仙子救我 我以身相许 二人结了百年之好 再传下去 就成了仙子一好了 我后便怀了身孕 却被拘回了天庭 只盼我立下功勋 位列仙班 好到天上与他相聚 我 所以那真言 就是听过这些传闻 故意来冒充的 陪药点了点头 然也 他所说一切 都与外面传闻对得上 却与实际情况 颇有出入 我皱眉沉思 所以 你这般纵着他 是想放长线 钓大鱼 陪药又点了点头 人言依女心静 你观真言言行 可有半分像个依女 可我这毒 又确确实实 是他解开的 而且毒性始终缠绵不静 他也一直以此为借口 在我身边周旋 若说他与下毒之人 毫无瓜葛 我不信 我瘪了瘪嘴 也遇到 人家对你心动了 如何心静 陪药揉了揉我的头发 突然很认真地问我 三娘 你吃醋了吗 我一掌拍开了她 尽会胡沁 就她 也呸 呸 陪药面色苍白 海澜 海澜眸子 因憔悴 而染上了几分 难以言喻的温柔 叹息一般说道 猪猪 我不是说她配不配 我是说 我配不配 我当时便一愣 郎君此话何意 陪要目光幽远 我很早便认得三娘 只是三娘不认得我 那时的三娘 眼里只有一人 其余人等 大约都是透明吧 我心中已经警铃大作 咽了咽口水 问道 郎君何时何地见过我 陪要道 我第一次见三娘 是在两年前的行宫猎场 一听行宫猎场四个字 我细思了一下 紧接着便捂住了头脸 那是我唯一一次随圣人 娘娘进行公围猎 当时便抓住了 这一可贵机会 勇于争先 冲上前把催久的小丝挤开 自己抢了她的缰绳 为她牵马牵了一路 期间为了跟她多说两句话 好好的脖子 几乎撑掌了二尺 此事在当年便传遍了京城 此后 姑母再没召我去过禁院 现在想来 大约是丢不起这个人 这么一幕 居然 居然落在了裴耀眼中 我不活了 猪猪当真放下她了吗 裴耀问我 我还未回答 自己先是一愣 我当真放下她了呀 如此轻易 就放下了 从前我未必不知自己吃鱼 臭名远扬之后 也时常悔恨 也多少次怨恨催久为何 对我忽冷忽热 每每我要放弃 又给我一点机会 每每我以为她心中有我 便狠狠泼来一条凉水 可每当催久一靠近 我就忍不住心跳 她对我笑一笑 我当真变什么傻事都做得出 当初用一张话道 我婚礼上搅局 这手段并不高明 但一直以来 对付我 催久从不需要高明 再拙劣地谎 我也会自觉替她圆 可自从那一梦以后 催久的一切 便再不会牵动我的任何思绪 我看到她的时候 无悲无喜 甚至连过多的怨恨 都不曾有 倒是只见过树面滴裴药 牢牢抓着我的心绪 我明知这是一场政治联姻 明知我们都是棋子 却想拼尽一切 向她靠近 她亲近我的时候 我总有一种错觉 仿佛这些事 我们做过千万次 看我沉思不语 裴药会错了意 叹息一声道 算了 我还可以给三娘时间 我却扑上去 一把将她抱住 裴妻 你这是嫌弃我以前 做过傻事吗 一次两次把我往外推 裴药愣住了 低头看着我气嘟嘟的脸 笑了 所以三娘心里 真的放下催久了吗 我气劫 你让我如何回答 说放下了 显得我水性洋花 说没放下 更显得我水性洋花 崔久有什么好 你不提她 我早把她抛到脑后了 裴药猛地把我抱了起来 目光灼灼 猪猪 你叫我一声 我不敢直视她的目光 只低头换了一声狼君 她却不一 说叫七郎 我又生如文锐地叫了一声七郎 下一瞬间 高下意味 她如苍蝇薄兔 猛然便压了下来 我见她向我压下来的面容 浑身一僵 不知怎地 我想到了阿什那鹤眼 她吻到我后 发现我全身僵直 问我 怎么了 说话间 动作已停了下来 眸光里的心灰 渐渐暗淡了下去 猪猪 你若还是无法接受我 我搂住她脖梗 把脸埋在她肩窝 我只是想到了 离开高丽那天 你那个样子 我好害怕 我怕你真的是阿什那鹤眼 我一闭眼 就能看到那无数双向 我伸过来的手 陪要默默翻身躺在了我身后 将我圈在了怀里 轻轻抚摸着我的头 对不起 我还打了你 疼吗 我本想着 一直待你如猪如宝 结果居然对你动了手 我摇了摇头 如此紧要关头 不该矫情这些 那一巴掌 我知是假的 痛一下变过去了 我只是有点怕 她将我翻过来对着她 轻拂我面颊 鼻尖挨着我的鼻尖 呼吸啄着我的呼吸 笑着说 我轻轻地 让你忘了那些事 好不好 我愣住了 脸红到了脖子根 七郎 你 鱼毒未清 这样不好吧 她笑了笑 在我震惊的注视中 擦掉唇上的面粉 露出了红润的颜色 鱼毒未清 装得 几个时辰后 我浑身酸痛 依偎在她怀中昏昏欲睡 心中 却闪过一个念头 她为何如此执着于我对 催酒那点小心思 又为何 为何这样在意我的悲喜 这样喜欢听我叫她的名字 这世间男女都是因为相爱 才结为夫妇的吗 并非如此 多少人心里有作坟 住着为亡人 还不是要和其他人成亲生子 夺此余生 我们正至联姻而已 她做她为夫的本分 我做我为妻的本分 她在战场上搏前程 我守住后宅 为她开支散业 可我不安分 她更不安分 不过若我二人可以如此不安分地度过一生 也极好 请真言解毒 清醒之后 裴耀便在高丽另请了名医 不过面上却在陪她演戏 按照真言的安排 裴耀要在附近的硫磺泉中 进行最后一次拔毒之后 才能彻底清掉余毒 而高丽名医却表示 那余毒本就下在每一次的解药中 那刘黄泉一功难守 是个涉服杀人的宝地 但裴耀等的就是他的同伙清朝出洞 故而携我一同前去 故意鸳鸯细水 大放空门 真言前来指导拔毒的时候 裴耀揽扬扬泡在泉中 只露出一节脖梗和一点锁骨 我在他身后抱着他 把下巴搁在他的肩膀上 娇娇翘翘 眨巴着眼睛看他 他一看我们这副姿态 表情数变 才勉强稳住 在我几乎以为他要骂我们荒淫 或者说什么 余毒未清不移 尽女色的话之时 却一头枪地道 将军 真言有罪 求将军给真言一个机会 将功补过 裴耀挑眉 哦 真一正何罪之有 真言满脸不甘 面有痛色 以解毒之名 一直给将军的汤药重下毒 其罪一也 勾结族人 阴谋反叛 欲杀将军夺回雄金 其罪二也 裴耀面鹿意外 真一正倒是坦白 真言苦笑 监视我如此之久 将军想必早已得知了吧 裴耀笑了笑 真一正当真警觉 可将军不知 他们准备了许久 不仅有在此地设服的计划 还要在将军必经的路上水攻 只要将军答应 答应未来将真言留在身边 我便将所知全盘拖出 裴耀弹弹道 真一正将所知全盘拖出 裴某可保你不死 只是保我不死吗 真言却风魔了一般 我不漂亮吗 我不要正妻的名分 只是想跟随将军 都不配吗 我倒是笑了 原来真一正还真想过 裴将军正妻的位置啊 要不是怀有身孕 时间长了不好掩饰 你还真想徐徐图之 或者另外物色一个目标吧 真言如遭雷击 你怎么知道 你 你真的会医术 我笑咪咪道 真一正脂粉不湿 便皮肤雪白 偏偏纯色发污 面旁常有浮肿 腰身尚且不显 但双手时常护持腹部 这个孩子 明明就是 明明就是 幸福于吧 培药接口 真一正 我大唐宽人 没有对百姬王氏 浮于遗族赶尽杀绝 但密谋反叛 就是另一回事了 你早招供 也早点洗脱罪名 不是吗 真言 瘫坐在地上 面如死灰 擒住了所有反贼 又处理完了 雄金都护府的事物 培药与我启程回京 未免穿帮 待他在城外扎营 整顿之时 我便提前回了京城 将冒充我吃斋 礼佛的宫女替下 结果 扑他还没坐热 便听到消息 说我阿子怀上了龙肿 被陛下封了结余 结果在酒席宴上 一失两命 负责宴席酒水采买的 如我梦中一般 正是我那两个 不成器的哥哥 现在他们已经下了 大理寺大狱 只待大理寺卿审出结果 定下罪名 屋内炭火很旺 暖意融融 我却一身冷汗 只觉寒气彻骨 父亲传信 要我归家商讨对策 想不惜一切代价 就回两位哥哥 我知他六神无主 难免心疼 自驾车而回 却不想抚一进了 父亲的书房 门便在身后关上了 门内没有姐姐妹妹 也没有父亲 崔酒到坐在一旁 饮着茶 门外传来父亲的声音 三娘 你好好劝劝崔郎君 让崔大人网开一面 不要追究到底 放你二位兄长 一条生路 我这才明白 父亲不是要让我来 商量对策的 他已有对策 不惜一切代价 就回二位兄长之中 我就是那个代价 崔酒的父亲 崔起是大理四卿 此次我二位兄长的案子 就交到了他手里 崔起诉来与姑母不对付 之前不主张 圣人立姑母为后 姑母上位后 曾将她贬至前周 近期却又因圣人之故 得到起父 我父亲也是病急乱头 医到了一定地步 我二位兄长的案子 莫说崔酒一个白身 一个小辈 能不能左右 自家父亲的判断 便说他父亲 难道当真是想怎么审案 就怎么审案吗 圣上对姑母 所为早有猜测 故意用崔起审案 已是公允 但崔起当真敢将 这把火烧到姑母身上 反倒放了我这二位 顽固敌兄吗 可在我父亲 十分有限的认知里 没有卖个女儿 解决不掉的问题 如果有 就再卖一个 崔酒听到我父亲的说辞 表情也难看了起来 豁然起身 伯父这是何意 你说邀请崔某来 欣赏前朝古画 却不知这古画在何处 父亲哈哈大笑 酒郎 我家三娘自幼眉目如画 宛如前朝古画里的侍女 此时你可尽情欣赏 还不满意吗 我只觉面如火烧 脑中三尸神暴跳 有心夺门而出 却很清楚他必有后招 只得强自镇定道 父亲 女儿该回了 陪家规矩多 既无事 我就不多留了 父亲在外面哈哈大笑 是也 陪家在英世家 高门大户 若是心腹惨遭调戏 哪怕对方来自 累世公卿的清和催事 想必 也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吧 我那女婿七郎素来勇武 得知妻子受辱 可会轻轻放下 忍了这口气呢 催九一双眼 霍地瞪得溜远 怒儿拍案 夏沉淮 催某遵你一生伯父 是敬重你身份 万没想到你能做出 这等寡连贤耻之事 便是亲生女儿 你都要出卖吗 父亲冷冷道 我家三娘清清白白 何来出卖 弱九郎答应 回去规劝你父亲 对我二子高抬贵手 夏某自当守口如瓶 今日崔公子 曾与小女共处一世之事 我只作从未发生 崔公子怀中玉佩 竟叼着小女小巷的奇闻 自然也不会传遍京城 我闻听此言 愣了一下 回头去看崔九 却见崔九耳尖通红 根本不敢指示我 胡说 我怀中玉佩雕刻的事 是我母亲少时的小巷 与三娘合肝 父亲笑得老神在在 令堂鼻梁上 也有一颗小枝吗 夏某有幸见过令堂 却是从未发现呢 够了 崔九暴跳如雷之后 颓然叹了一口气 那玉佩雕的确是 却是三娘 我头前准备送她坐生辰礼的 奈何她早早嫁了人 再送遍不妥当了 除此之外 我对三娘子绝无非分之想 皇天后土自可明鉴 在我梦中 我早过了生辰 可在那个生辰 我绝没有收到崔九的礼物 甚至我的生辰宴 都因为她要随母醒亲 未来参加 不过我不想去追究 崔九到底对我是否有益了 她便是对我有过那么丁点好感 与荣华富贵家族前程相比 也不过是过眼云烟罢了 我目光一转 记上心来 看着崔九 突然道 九郎不是一直要同我比试作画吗 此处文房四宝俱全 不如我们各画一张 来日请大家们品评如何 有我父亲从旁见证 我们笔得光风际月 又和巨外人道呢 崔九转脸来看我 目光中有迷茫 紧接着似有所悟 深深点了点头 我不动声色 上前铺纸研墨 淡然道 九郎与我 不如各做一幅山水吧 崔九迟迟未动 我却已经取了父亲笔架上的笔 一笔便落了下去 崔九喜用淡墨 我却研的是浓墨 自己怎么顺手 便怎么画 无所顾忌 他在旁边欲言又止 只得自己找了个鳄鱼 对了淡墨下笔 画完了一幅山水 我将墨迹未干的画纸 交给了崔九 九郎且拿去请大家品评吧 战书 日后自是不必下了 崔九还未画完 割了笔 接过我的画 表情尴尬 细细看了 正想品评几句 我却忽然说 九郎的玉佩 可以让我看看吗 崔九装傻 什么玉佩 我说 自是我父亲刚刚提到的那块玉佩 崔九犹豫了半晌 还是将玉佩从怀中拿了出来 扬之欲温润 沾着她的体温 那玉佩上女子巧笑奄然 鼻梁上一颗小枝 与我生得一模一样 我将玉佩在桌边蹭了几下 再拿起来 用手一抹 那只已无影无踪 再笑着把玉佩举过去 给崔九看 此小象上如何辨识我了 寻常是女的头像罢了 说是这位娘子也像 说是那位娘子也像 方才九郎的话 只当说笑罢了 三娘不多留也 再晚 国公府的午时便赶不上了 崔九看着玉佩 表情正正 父亲在门外怒道 夏小猪 好你个溺女 我凑到门边冷冷道 父亲这是声恐 二位兄长死得太慢了 此刻赶快进宫 给姑母磕上百八十个响头 他们俩倒还有一线生机 门忽然变开了 我父亲站在门口 满脸诧异 三娘 你此话何意 我并不理会她 从她身边挤了过去 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后来没听说 崔九有拿我的话 和她自己那一幅去找人品评 只听说 她房中多了一幅水墨山水 坐着不详 人机眼比例游在她之上 她亲手装表 不肯假他人之手 下人整理房间时 要将她挪动一下 她都不让 陪药回京当日 我被诊出了两个月的身孕 全家的表情都颇为精彩 只有陪药喜出望外 不管外人说了什么 都坚信我清白 崔九特意派人来 递给她一封信 内容她死活 不给我看 不过看完 却微微一笑 月后几焚 不以为意 我问她这上面究竟写了什么 她笑道 她要我信你 我还用得着她解释 才肯相信自己的娘子吗 我把头埋进她怀中 笑了 另外 在全家人的一样眼光中 国公爷扒风不动 还赏了我一只长命锁 压下了众人议论 我猜 老摩身算如她 当时已经知晓我这些天的行踪 只不便说出来罢了 我与陪药入宫谢恩 她要到圣人面前述职 我却自到姑母宫中叙话 姑母坐在佛前 檀香萦绕 我地上回京后 重新整理的新锣 高沟梨 摆几封物质 她饶有兴趣地翻了几下 又转头去看一边的地图 看着那图上的大好河山 突然对我说 圣人百年之后 姑母欲问鼎这天下 三娘已为何 我愣了一下 想到连续被废的几个太子 行万里路 那 如子之死 三娘以为 却是你哥哥们所为吗 我后辈的冷汗如雨 咬死了是哥哥们残害姑母 误伤阿子 似乎是最简单的答案 但以姑母观人之能 又怎会看不出 我是在演戏 今日我可以为活命 攀咬狄亲兄长 焉之来 日会不会反噬于她 若是得此答案 姑母固然会留我一时 但只怕没过多久 就会除我而后快 故而我没有正面回答这一问题 只说 三娘以为 兄长糊涂 父亲亦糊涂 阿子出入境中 得宠于圣人 从一开始 便是错的 哦 那三娘已为何 三娘以为 夏家应上下一心 客己赴礼 相助姑母问鼎天下之夜 姑母笑了 眉目瞬间舒展开来 伸手摸了摸我的发顶 姑母不喜得此图治 姑母喜得无家宝居也 当事时 我二位兄长仍在狱中 父亲曾来求过姑母一次 脸色灰败而归 只听闻大理四清秉公执法 把哥哥们卖官欲绝 贪赃枉法的事情也都审了出来 眼见着十分不好 姑母这般试探 我若一个应对失策 夏家 就是个全军覆没的下场 索性我这一番回答 虽然亦是一害无穷 但在明面上 起码姑母是满意了的 后大理四清崔起便 查出我二位兄长 是失职独职之罪 没有蓄意谋害皇后 加之卖官欲绝等等罪名 判了个流放穷州 父亲也被查出不少过失 流放前州 倒是裴要 赚了文职 进了兵部 再不用与我分离两地 后心罗不顾大唐相助之恩 公然出兵攻打雄金 平壤 陛下震怒 有意征讨 姑母便拿出了 我当初送她的心罗图制 当庭传阅 礼部郭侍郎怒斥 图中心罗女子打扮有伤风化 姑母淡淡答道 此即心罗也 蛮荒贫瘠之地 物产不丰 民智不开 何至于动用大军 且连年征战 百姓疲劳 不如固守辽东 保我中原高于之土 郭侍郎无奈叹息 朝中大臣不外如事 有将领有意请战 但见永贯三军 且征战高距离立下赫赫战功的裴药 窥然不动 最终声音寥寥 不寥寥之 那是圣人在姑母面前的地 不知多少次妥协 又或者他不是在对姑母妥协 只是在对百姓妥协 对现实妥协 又二年 圣人身体每况愈下 于东宫驾崩 姑母登顶地位 改元意志 血洗朝廷 我心疲惫 最终与裴药商定 急流永退 闲云也鹤 度此余生 裴药寿终正寝时七十三岁 儿孙绕夕 他一去 我便跟着嫁鹤东游了 阎罗殿里 我却是青春年少的模样 大约人死以后 都是如此吧 我倒想再见见裴药少时的容颜 只是他比我先至 只怕此时已经投胎去也 且不知下一世 还能否再续此生缘分 判官却道 下小朱 末年十五 一生清白 执念已消 应走人道重入轮回 可有意义 我愣住了 判官大人 您是不是弄错了 我寿终十年七十一 我年少时 虽做过一恶梦 梦见自己 备一杯镇酒 送上了西天 可那是梦啊 判官却淡淡道 此皆梦幻 你末年十五 死于阵毒 怨气深重 还因陪葬丰厚 遭遇盗墓 朴实荒野 幸得左五位将军 陪要连蛊 入土为安 却深化厉鬼 纠缠于他 他以鬼为妻 折损阳气 你亦受他身上 血煞侵蚀 魂体健薄 后国公府 为他言请术士 欲将你除去 他却自甘折寿二十年 以此为代价 为你编织了一场梦幻 好让你在幻梦中 度过圆满一生 以消去执念 重入轮回 如今你已在幻梦中 寿终正寝 再无执念 可入轮回 但幻梦终究是幻梦 你依旧是那个 早妖的亡魂 早妖而死不是幻梦 而孙绕夕 才是幻梦 我不信 只顾摇头 眼前却闪过了一些 陌生又熟悉的画面 两军阵前 剑雨如飞黄 一女鬼三两下 替年轻将军 拨开了射向她的羽箭 又美滋滋跑到她面前邀功 陪七陪七 我厉不厉害 兼成久功不克 女鬼附身敌军开了城门 又在年轻将军 入城之时 故意飘在半空中 被她长枪穿身而过 浮夸地演了一场啊 我死了 又屁颠屁颠搂着她的梗子 飘飘荡荡地自夸 刚刚我演得是不是特别像 城中城外 都是断枝 残体堆成的血海诗山 女鬼却早死过一回 对此熟视无睹 没心没肺地拉着年轻将军 照样蹦蹦跳跳 年轻将军在营帐中 借着如斗灯光看兵书 女鬼却持溜一声钻入她怀 指尖挠她脸颊 裴七裴七 我帮你这么多次 你能不能也帮我一次 年轻将军头也不抬 鼻孔出气 何事 女鬼孽如道 在人世的记忆 我已忘得差不多了 只记得自己有一心上人 叫崔九郎 你能不能带我去找她 年轻将军翻书的姿势猛然顿住 沉吟了好久 才说 回京以后吧 女鬼欢天喜地而去 京城里 崔家门庭若氏 披红挂彩 新郎官崔九郎面如关玉 意气风发 女鬼看见她这副样子 如遭雷击 走上前伸手在她面前晃道 酒郎是我 崔九看不见她 只笑着举杯助酒 笑着回了洞房 女鬼哭 喊 不住哀求 但崔九听不见的 便是听见了 又怎样呢 那天以后 女鬼的身子忽然编虚了许多 浑浑噩噩 本部灵光的脑子 更加糊涂了 时不时就管年轻将军叫酒郎 酒郎 这是你最喜欢的桂花烧 我亲手酿的 你尝尝 他端着一碗烧刀子 飞往年轻将军手里送 眼里的娇羞妩媚 却是他没见过的 酒郎 你说我穿红色最是娇艳 我穿上了 你可欢喜 他幻化出一身红裙 身子却越发透明 飘摇便仙 似要随风而去 酒郎 你答应了要给我买东市的油酥糊饼 又骗我 你总是骗我 你个大骗子 他嘟嘴杨怒 一双手却死死勾着他的袖子 他陪他演了许酒 终于受够了 带着他问 酒郎想现在要了你 你可愿意 他只骂了他一声讨厌 便去解群衫 他愣住了 他不承想 女鬼竟愿为酒郎行事致辞 那一晚他们当真越了界 神魂颠倒间 女鬼迷迷糊糊地念叨着 酒郎 酒郎 他将了一瞬 却只变本加厉 让女鬼连连求饶 血气方刚的将军 不知疲倦的女鬼 他们纠缠 共舞 互相抚慰 互相折磨 他本恨着女鬼封魔 最终却沦落到 与他一起封魔 连日荒淫 让年轻将军面色清白 家人皆知他有样 请了术士做法 他看着笑嘻嘻的女鬼 疲惫不堪 他既然想他的酒郎 就放他回去追酒郎吧 术士说 回不去的 无非幻梦儿 那便送他一场幻梦吧 幻梦里 又玩满一生 女鬼以为他们要将他超度 灰飞烟灭 敌死反抗 死死抓着他的一百求他 陪妻 不要 我再也不想见崔九了 我只陪着你 好不好 可年轻将军不信 他一边抱着他安慰 一边暗中是艺术士施法 抚着他的发丝 轻声说 猪猪 乖 只是一梦而已 不痛的 他只是没想到 女鬼对崔九的爱意 早已在身为孤魂野鬼的日子 消磨殆尽 他只是三魂七魄已散 只记得生前心上人的那个名字而已 他只是不敢相信 女鬼小猪在重新拥有人的心智以后 第一件事就是主动与崔九歌席 冥冥之中被指引着一般 拼尽全力向他靠近 只想和他共度一生 我想起我们洞房时 他一整夜不曾回来 非要与国公爷讨论军情到天明 我想起他一次次地拒绝我 明明心动 却能死死忍住 不肯越雷池半步 想起他一再确认 我已将崔九放下 才终于肯与我圆房 他 只是不想再听我在床上叫他酒郎吧 我待证了好久 才想起来问判官 裴要 如今可尚在人世 我能不能等他来了 再一起去投胎 判官摇头 地府自有法度 不容搅乱 不过你不用急 他也快要下来了 我以为折寿二十年 是八十岁的寿终正寝 变作六十岁寿终正寝 却不想 是将军百战身名列 我抵死哭号 扒着奈何桥的桥墩子 不肯上前 死活想看裴要最后一眼 却被鬼差硬按着压到了孟婆的汤锅前 孟婆汤灌尽嘴之前 我问鬼差 来世 我还能见到他吗 鬼差说 有缘自会相见 下小猪 滚起来滚起来滚起来 今年新生里面有个超帅的混血儿 已经万人血书跪求他原地出道了 快点起来 晚了抢不到位置了 是吃鸡农药不好玩 还是纸片人不够甜 二次元帅哥千千万 够我磕了 你去吧 行 别怪姐妹不带你 你自己留在宿舍长蘑菇吧 姐走了 室友走后 我翻了个身 又睡了一上午 在恶醒之后 决定到学校周边小吃街来个brunch 结果 我明明好端端走在学校的临音路上 却被身边一阵尖叫吓得睡意全无 我以为又是哪个剧组来取景 也不知道激动的是哪个爱豆的粉丝 默默裹紧了我的小外套 闷头前行 打算远离这个是非之地 结果刚走出几步 就撞上了一面硬邦邦的人墙 我抬起头 看见树叶间露下的细碎阳光碎金一样 撒在了一张鬼斧神功的脸上 微风浮动起少年额前的刘海 长睫毛掩映下那双蓝色毛子仿佛装着整片银河 花瓣一样形状完美的淡粉色嘴唇张合了一下 淡淡吐出了一句话 学姐 好久不见 当真是 好久不见 往事千年